误人之道或见仁义之路皆有可称焉会以公账簿 后至于放处并解法登朝出入三代中享路为不妖性 盖其任心而行不为搅事之所致也 PG996 列传第21 卢凯 卢凯自常人卓俊范洋人也妇柔终于为中书奸凯 性孝有神情爽物略涉书记颇解蜀文周王献引为济世 其后席绝荣成博一千亿百户从宪法凯说博度正下之 千小利布大夫增一七百户染公上世王神欢者常以路自尽 总载于文护卓为记部下带夫凯建约古者登高能复可为 带夫求贤审官李须祥盛精神欢出自然公更无疏途 以家父自通岁与静生并列十孔为之刺文之外静护 静请其事件得中增益二百户岁于转内时下带夫无敌 在云阳宫赤猪屯捡老牛寓以享是凯敬建约席田子方 属老马君子以为美坛相奉明赤玉以老牛享是有亏人证 帝美其言而止转礼布大夫为聘臣使父先是行人多从 其国礼及凯为使义一本朝成人莫能屈四年秋礼幕公 把纸观伯牙二正命凯作漏布地独之大悦约卢凯文 张大静寻警欠故事令君之子寻受襄州总管司路转至终 大象元年争败东京立布大夫开黄初加上以同三司除上 书立布侍郎敬绝绝为侯人设上书佐尘美有夫奏 坎然阵色 虽逢喜怒不改其长帝加凯有力干四千二十万并赖杂财 三百匹加散其尝试八年上清考百辽以凯为上凯故让 不敢受高祖约力不勤干就所闻西经者上考千亿忧 批之九百九十七同仁不让何愧之有皆在振兴无劳是让岁于百 礼布上书设立布上书是惠国子博是何妥与又仆设苏微不平 奏微应是凯作与相连上以凯属立献丝奏凯约防公义 这欲持窘之党不适近微凯二人区相见达类转为海 周四使又立布欲选者胜多凯不及受官阶注色而浅微之 从腹地撤素二人并以乡镇真义立布撤文状后制而先任用 素左足卵简采用无算凯以微固受朝请郎凯之彭氏 圣明白上大怒约凯敢将天官以为司会凯免官遁守 约皇太子将以通事摄人苏魁为摄人魁及苏微之子臣以 魁为千顾其而止承若与微有私起如此上约 苏微之子朝廷供知卿乃固执以较身性质所不知者便 行彭赴奸臣之行也于是除名为百姓为己促于家字 周四以降选吴清卓及凯舍利布与薛道横路验尸等甄别 是留故社故之赠遂及于此子一公寺 令狐熙 令狐熙自长溪顿皇人也代为西周豪又赴整世周 官智大将军时封二周次实习性严重有雅量虽在私事 中日俨然不忘通宾客凡所交给毕一时明示博览群书 游明三里善其舍颇知应律起家以通经为利布上市 寻寿都督府国将军转下官府都上市具有能名以母忧去 直代不胜丧其父借之约大孝在于安清亦不绝似无 经见存辱又止力合得过耳悔顿已无忧也惜自恃稍加 瞻周福却除小架不负丁负幽非账不起人有闻其枯生 莫不为之下弃何因之意照令莫虽从事还受职方夏大夫 习决盆阳县公义二千亿百户及五地平以留守公增义 六百户敬畏以同利私勋利布二曹中大夫甚有时之欲 高祖寿禅之纪西以本官行纳言是寻除司徒左常使加上仪 批之九百九十八 同静觉河南郡公使徒御魂寇边以行军常使从元帅元携讨 之以恭敬畏上开辅会属王秀出镇于属刚纪之选属镇 仍以西为义州总管常使为之官拜苍州赐使时山东城 之必户口名部及类部以时西小玉之令自归守智者一万户 在植树年封较大恰称为两两千十开黄四年上姓洛阳 西来朝利明孔其千亿卑弃于道及西附海百姓出镜营业 欢叫银路在周白屋白加甘路降于亭前柳树八 年喜为河北到横台渡之上书立明追思乡与立悲诵得及 刑台废寿并州总管司马后甄为雍州别驾巡为常使千宏 卢清后以本官兼立部上书网判武曹上书是号为民干上 圣人之急上慈泰山还次变周二其因甚多有奸侠于事 以西为变周次使下车竟由十亿工商民有向皆开门者度之 船客停于郭外新居者乐为巨落桥人逐令归本其有至于 并决遣之令行竟只称为梁正上文儿家之故卫是陈曰 夜兜天下南里处也赤湘州赐使斗卢通令袭西之法旗 年来朝考祭为天下之罪赐伯三百匹颁告天下上已领南 一月术为反乱争贞败贵州总管十七州诸君是许以便宜从事 赐使以下官的陈志补授给帐内五百人赐伯五百匹发传颂 其家类改封武康郡公西至部大红恩信其西洞取帅更香 为约前十总管皆以宾微相携经者乃亦首交相遇我被其 可为呼于是相律归附先是周献生耿长力多不得之官 既正于总管府西西前之为建成义开设学校华以赶尽 称为大话时有宁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日身自言貌有贵乡 在陈日以聚南海平城后高祖婴儿辅之及拜安周赐使 然交据士其祖险为长参业西首书欲之身以交友之分 其母有西父以以药物猛力感知义服请业不敢为非 西以周献多有同名者于是奏改安周为清周周为丰周立 PG 999 周为至周得周为欢周东宁为荣周上皆从之在植树年 上表约成田记领表四载于资全马之年六时有异财 亲任重愧巨尖身长愿收桌壁闲免官傍然所管辖矿 随辅由南虽未能顿格以风颇意见识黄化但陈塑幻消可 比更增胜经历精神转就衰卖习在壮游不如人矿经 年级巨清其可由重计请解所认幽照不许次以医药 西凤赵令交周瞿率理佛子入朝佛子欲为乱请至众东上道 西义在基迷岁从之有人义却送西受佛子录而舍之上闻而 故疑之计而佛子反问至上大怒以为信然遣使者所西义 却西信宿刚欲欲不得至行至永周忧愤发病而促十年 六时三上怒不解于是梅奇家才及行军总管刘芳琴佛子送 于经师言息时无脏祸上乃物于是照其似子听欲是焉 少自得分罪之名 薛咒 薛咒自少玄和东焚因人也负端周菜周次使咒少 聪明美懒书便小奇异常探讯住者不会圣人生指者已 亦便知诸如莫不称善性慷慨致立功名周明第十席诀 文臣郡功内签上以同寻拜司金代府后加开府高祖受禅 卓拜卢周次使卫之官简孝卢周总管事寻处演周次使集 道关系求数百昼颇断旋日便了领雨空虚有成周人向道 立者为座高平俊首将之官咒欲诸图查其有将留节 知司马王军赴顾见乃听义俊计而悔之即遣逐步追进道 立有步仁徐俊罗者常任海陵俊首先是以为道立为代之 笔至至满公司不误俊罗遂与君妇约向道立以经代俊罗 为俊使君其荣宜之君妇以俊罗所成又故请咒咒喝君 妇约无以查之此人诈也司马荣兼连其作君妇乃 只遂罗收之道立聚而隐为其发奸斋福皆此类也使人 批之一千 未为神明先是眼周城东一四二水河而南流泛滥大则中 咒碎基实验之使决令西柱杯则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力尽 怀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封眼驱咒以天下太平登峰告禅 帝王胜列岁浅博士登泰山观古记转封禅图及一上之 高祖谦让不许后转引周次使前后聚有惠正真败魏魏卿 循转大理清持法宽平民为称之后千行步上书时佐蒲舍 高炯烧被书记及王氏姬之诸也炯事与香连上因此欲成炯 最咒鸣血之正义其欲游是五指谢系之久而得免见 孝乡周是甚有能明慧汉王亮作乱并周前伟将其良东略的 公逼此周次使上观正请缘于咒咒为亮兵风不敢聚良佑 引兵公咒咒欲以祭阙之前亲人鲁氏犯说良曰天下侍卫 可知咒为人臣去就须得其所贺惧相公也良于是是去 净徒离阳及良为始祥所公弃君归咒朝廷以咒怀二兴所 意大理香周历人肃怀其恩义却里咒者百余人咒静作除名 佩芳领南道并促有子并之名 宇文璧 宇文璧自公府河南洛阳人也齐先与周同出祖之礼 敬畏据路太守复甄周荡周次使必慷慨有大劫博学多 通市周围礼部上市长奉使邓治国及黑水和珠腔前后 将副三十余部及还奉照修定五里书成奏之次公田 十二请诉百十类千少利部着八人为县令皆有基石 以为之人转内使都上市五帝将出兵和阳以伐谋及城下 毕竟策约是建国于金类叶虽约无道翻平之际上 有其人经之用兵需则其地和阳冲要经兵所具尽力功 唯恐难得至如臣所建笔坟之区数小山平功之一拔 用五之地莫过于此愿必下降之地不纳施尽无弓箭 得五年大举伐促用必记必于是穆三富豪侠少年数百人 PG1001 以为别队从地公拔进周身被三创苦战不惜地其而壮之 后从地平以公拜上以同封五威献公义千五百户赐物 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马牛羊千鱼头拜四周总管四路 宣帝四位千左手庙大夫时突厥寇干周地令侯莫成场率兵 及之必为监君为场曰狭辱之势来如鸡使去若决贤 若欲追涅良为难及且已选经其直驱其连之息贼若收军 必自了全之北此的险爱肩负下师度其人马三日方度 缓配追讨和律不及比劳我亦破之必已若要此路真上 侧野场不能用之吸取和离大军行持鲁已出赛其年 必又率兵从梁氏燕宫跋售阳巡改封安乐县宫增益六百户 四五六百段加以口马除快周次使而转南司周次使后司 马骁南之奔臣也必追之不及欲臣将凡一战于张口自弹 及五三战三截鲁三千人除周次使寻转南定周次使 开皇初以前攻封平昌县公家亦一千二百户入为尚书又成 十膝腔内副兆必持节安及之志则蒲昌二郡而还迁上 书作成关镇色为百辽所但三年突厥扣干州以行军 司马从元帅斗荣定及破之海除太扑少轻转立布侍郎平臣 之意阳肃出信州道令必持节为诸君节度人领行军总管 留人恩之破臣将屡重肃也必有谋焉家开辅浊败行不上书 领太子于后律上长清灵式殿必与博士论议词至清远观 这属目上大悦顾卫士陈约镇京都州公之治理建宣尼 之论孝时未振兴于是班次各有差时朝廷以静阳为重镇 并州总管必属亲王其常使司马义一时高选前常使王韶醋 以必有文武干用初为并州长使而以赴坚去直循赵启之 十八年辽东之意受元帅汉王府司马仁巡领行军总管军 还之后历确带吴三州总管皆有能名阳帝即位真败 刑部上书仍迟洁寻省河北还除全州次十岁于腹败刑部 批据一千零二 上书寻转礼部上书必记已才能著称立直显要声望甚重 物易时谈多见推许地颇计之时地见好声色由情远略 必为高炯曰习周天远好声色而国王以金方之不易胜乎 又言长城之意信非即悟有人奏之敬作诸十年 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者慈父二十余万言为上书孝经 住行于十佑子简院 张恒 张恒自见平和内人也祖一位和阳太首赴光周 万周次使恒又怀至上有骨梗之丰年十五亿太学授业 严经坛思维同辈所推周五帝居太后幽与左右出横楼 发于乘扯马切剑地加烟刺一一席马一匹拙败汉王室 独恒又旧审仲寿寿三里略揪大之类千掌朝代府高祖 受禅拜斯门侍郎及晋王广为河北邢台恒例行步度之二 曹郎后以台费拜并周总管院及王转木扬周恒赴为院 王胜亲任之恒一节律进城市之夺宗之既多恒所见也已 母忧去之遂于启寿扬州总管司马四物三百段开黄中 西州里因林聚众反属至百官以恒为行军总管律不齐五万 人讨平之败开辅赐奴币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经营杂处 称是吉王为皇太子败恒幼数子人领给侍门侍郎扬帝 四位处给侍门侍郎敬位迎亲光陆大夫而迁御史大夫 圣见亲众大业三年帝信于林郡海至太原位恒约阵 遇过公宅可为阵座主人恒于世持至河内与宗族俱牛九 地上太行开直到九十里以地其宅地月其山泉流燕三日 因为恒约网从先皇拜泰山之使徒经洛阳瞻望于此身 恨不得相过不畏今日的邪夙愿恒服辞谢凤湖上寿 地一欢赐其宅榜田三十请两马一匹金带兼采六百段 一一席玉石器一句横顾让帝曰天子所致称信者盖 批至一千零三 为此也不足为此横复时于地地令般赐公亲下智慧 事无不沾洽恒以翻底之旧恩宠墨语为比颇自焦贵名 年帝信焚羊公宴从官特赐券五百匹十地域大焚羊公 令恒与纪红枕剧图奏之恒陈尖境见约比年劳亦凡多百 信疲必服愿留神烧家者损地亦胜不平后长目恒卫世 承约张恒自卫尤其既令我有天下也实亡蓝施爱 于上帝密令人求蓝罪师有人赠蓝为至将依确令皇府许从 知焚羊公宥陆前姓卓俊及此横跃时父老夜见者衣冠多不证 地浅恒以献司皆不能举证出为于林太守明年帝父姓焚羊 公恒都义驻楼凡尘因而夜地地恶恒不损受以为不念旧 因为恒曰公圣肥则已且还俊恒复之于林儿而赤恒 都义将都公有人义恒送公兼者恒不为礼还以送书复兼 其人大为兼所困礼不上书阳选感使至江都其人义选感称冤 选感故以恒为不可及与恒相见为有所言又先为选感曰 薛道恒真为王死选感巨上其事将都成王室冲又奏恒平 简顿据地于是发怒所恒意将都市将斩之久而乃是除 名为名放海田里地美领亲人掺恒所为八年地自辽东海 都恒切言恒愿望傍善朝政静次静于嘉陵死大言曰 我为人作何物是而望久活坚行者塞尔促令杀之以宁 终以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事约终有子西玄 杨汪 杨汪自原渡本红农华因人也曾祖顺喜居和东赴 称宁童三思及汪贵追赠平乡县公汪少凶书好与人群 斗权所欧及无不颠簸 常更折解情学专经左侍传 通三里解贺周济王氏独王胜众之美约阳氏独得 夜幽生姑之木生也其后问礼于沈仲受汉书于 刘真二人推许之约吴福如也游氏之名类签下官府 批据一千零四 兜上市及高祖居相引之兵士签掌朝下代辅高祖受禅 四绝平乡县博弈二百户立尚书司勋兵部二曹侍郎秦周总 广长使民为民干签上书左臣做事免后历经落二周掌 使美厅镇之辖必延伸图讲授时人称之数年高祖未见 一代父王达约亲为我秘义好左臣达遂私于汪约我 建军为左臣若是果以良田相报也汪以达所言奏之 达敬以罪促败汪为上书左臣汪明习法令果于剖断 十号为称职阳帝即位首大理清汪逝世二日帝将清审求 徒其实系求二百余人汪通宵旧审节朝而奏屈尽事情 亦无一物地圣家之岁于拜国子祭九地令百辽旧学语 汪讲论天下通如朔学多翠烟论南风起皆不能屈地令欲 使书其问答奏之审而大阅赐两码一匹大业中为迎清光 陆大夫及杨选赶返河南赞志陪洪测出失欲之战不利洪 测出还欲汪而平仁交与稷而留守凡子盖斩洪测以撞奏汪 第一之初为梁俊通守后李密以逼东都企图平寇梁俊汪 乐兵巨之平措其瑞阳帝崩王室冲推月望动为主真败力 不上书颇见轻微及事冲剑浩汪富用事事冲平以胸 诸死 使臣约卢凯健说可称令胡锡所居而至薛咒直线平允 宇文必声望幽规章横以耿正立明阳汪以学业自许然皆有 善始先刻令终久任之机具倾于一窥习灾夫中为令得 是非其人上或不可旷托足邪境而又不得其人者于与约 无为全首将受其就又约无使或无照乱张衡 计照乱元时为全首动不以顺其能不及于此乎 批至一千零五 列传第二十二 卢丝道从父兄昌恒 卢丝道自子刑犯洋人也祖洋巫为秘书兼赴道量 隐居不逝私道聪爽郡便通脱不积年十六玉中山刘松 松为人作悲鸣以示私道私道独之多所不解于是感激 庇护读书失事和坚行子才后私道父维闻以示刘松松佑 不能胜解私道乃愧然探约学之友一起突然栽因酒 未收戒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者然不持操行好轻无人 天保中卫使未出私道先以送之由世代被吃乳前 后旅饭因而不调其后左仆设阳尊艳见之余朝解赫司空行 参军长间园外散其侍郎直中书省文宣帝崩朝文士各 做晚歌时守则其善者而用之为收阳修之祖孝珍等不过 得一二守为私道独得八守顾时人称为八米卢狼后楼 谢审忠宇初为陈相西和继九历太子舍人司徒禄式参军 美居官多被浅辱后以善用库前免归于家常于济北怅然 感慨为五言师为建义人以为公术年赴为经济主不利 主客郎给世门侍郎呆赵文林管周五帝平寿一同三 私追附长安与同辈阳修之等数人做听禅明篇私道所 为此一清切为时人所重新也与信辩懒诸同作者而生叹 美之魏己以母及还乡玉同郡祖英伯及从凶昌其送户等 举兵作乱私道欲焉周遣诸国与文神举讨平之罪法义 批据一千零六 在死中神举诉文其名引出之令作漏不私道远比利成 文吾家神举家而幼之后除长教上市高祖为丞相千五 杨太守非其好也为孤弘父以继其情曰 于智学之岁自相理由经师便见使之应利受群弓之卷 年灯若冠府就朝列谈者过物岁且虚名通人扬令军行 特径以下皆分庭至礼道喜相皆减幅吹须长期光价而 才本奴捉信实书懒势力或直淡然不淫虽龙半朝事且三 诗载而独网之心未使去怀抱也设深喘和有少气及分符 作孝作守东元红河之眉沃也迷忘消雾即平于鸟为灵 有离群之红为罗者所也仁训养共之鱼于蜘蛛池亭 朝夕赏完即用萧幼兼以清及大意称红剑于鹿 与夷盛也扬紫约红飞明明千柱高也怀南云 东归结实为入属也平子赴约南欲衡扬币其寒也 若其雅不清因远兴高至乙将罕见其仇而杀何强因 偶引独立煞蝶批败鸡为五不亦伤乎于五十之年乎 焉以致永延身是凯然多续乃为之父了以自卫云其词 约 为此孤红善其语重拾并清高之气远深了结之东容 毛江落和鸣顺风撞冰云后脚赤排空出岛屿之绵渺范 双鹿之明蒙金夸鱼之密网位落雁之须公若其斗饼冬止 女仪思月乃遥及于寒门碎清举于玄雀智如天高气素遥 落在时绩效仇于怀溥一弄坑于江眉摩赤销以灵力承担 气之威以逆商标之鸟鸟丸养养景之池池蓬离方春洞停出 绿里何整汉群浮吕郁郁震雪雨儿临凤眼双毛而后续艳 江湖之今早遇原野之书塑形离离而高是想庸庸而相续 结果之兵丸号密山之华欲若乃沉木清漏安止徐步细 西方周延景成流为寒敬竹福远水素避暑言归绝墨云 批至1007 非望旋而为吕比诸而相依卷天渠之名末将何主之 方非忽直罗人设网于者玄机永辞辽阔导际重为使则 炯树龙凡幽弹刀阻迷屈绝命恨施其所中乃迅霞圆 其托迟遇遇到梁为会自其荣语于世西语婉景摒弃消声 灭烟霞之高响闷江海之幽情何时相守奋意上灵太清迁 驻古五远薄层臣恶情侍而不贵小鸟固而相侵安孔的儿 无耻其冲天之父荣若浮屠南之羽为而去献七劫之虫 为而不见各岁信于天壤福气怀以交战不听贤池之乐部 想太劳之见匹陈姬而供应偶也福以同善匪扬生以显文 宁孝体而求见疗欲行忽找止且以心于唐殿荣如以艳如 成君子之于免 开黄初以母老表情解直幽照许之思道自是才的 多所灵力由世观图伦至继而又者劳生论止切时 其词曰 庄子曰大快劳我已生成灾思严也于年五十 雷老云至追为习情已决生乃者滋论阴言时云而 霸郡平居有刻造愚者少选之请须恒而言曰生者 天地之大德仁者有生之最灵所以作配两仪称贵群品言 吃鱼至之便天玄壤阁行几利生之入海登山今无子生 鱼幼第九夜清足天寿郡才万夫所养学宗流略目孔门 之由下此穷则拟汉日之清云行藏有洁净退以礼 不产不交无运无一眼养贵贱之间从容与莫之际何其遇 也下走所兴献烟 于婉儿而孝约为之思乎何所言之过也子其亲耳 请为左右臣之夫人之身也皆未若无身在于之身劳疫情 指完起之年福音教义归行举步从善而登经官之后 卓英寿鼠将所仁义龙半朝世诗窍录制本性丧江湖之远 批至1008 秦伦此风波逆于道至幽老总至是非一叙何则的咒 高华记至贤于管库财时美貌亦受集于于拥堵学强记 龙骨于烟策木清盐何谢木那所以旧新企图重袭春江吃 令府属香江兜而永叹赴长沙而不归故意卤之脏仓处逢 静上赵依为之哀歌张身于是痛哭有之计不欲修明 深斗旧央平纪无地断章让经被逝世假密郭怀 心骚可厌隐形已逞获静持于耳听恶来之禅足见逢之 写周世末夜人直辟网脸护身皆汉流加倍举克之肿击 娇原匹兹飞显人之手执马尾方此位为若乃阳长距 助之道具安政策五落基田之外置封墓雨三寻九时 不敢称彼此之为意盖其小小者而经太运照开四门以墓 免流丝气于上奎左命于下其博善卷持讯悠悲变 随悟光辉从暮时于年在秋方已破之命请礼仪退步 燕安一夜从风无损邓灵之攒之双福退非不窥薄泻之 游永耕田早景晚席成兴后南山之潮云览北堂之明月 泛圣九古之书观其节至摧十四人之令凤以周旋成和缩 立白乌观之五系谈古驾瞻体图足之轮浊九银尊高 歌满西恍兮呼兮天地一指此也人之乐也子或以事现于 呼 课约无子之事即闻之以他人有心又请论其梗概 于达约云飞尼省悲高等原刑方指动习书之事 以魔霄运海清卫罗于守则五驱四照呼金府于山林于晚 直昌尘岁其若上官人士之允堵十路之战为玄冬休夜 静言长想可以泪探到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醋已盛 奔居留殿不可为此顾目周章数计之内穷通融辱是无 足道而有使者先无使者多贬 爱凡尽清险造薄居佳则 人面心不孝不易出门则产于产命无愧无耻退身之足 批剧一千零九 望博扬之窘界成立就猎气周人之格言悠悠远古思幻矣 机器于静待此度游身范清总让之风静深不似下书 昏殿之最执政所安朝路为西小车引懂时之向细阳且 落造盖田言斗之礼皆如之如为辅楼仆福但恶求美 是至自清美言产效助其余乐诈气宁哀蓄其丧即尽通 至九远共闻蛇燕姬美女为如脱喜惊玉华气同一计 即邓通师路易三之会无于良计就诸武侯之贵将其向之 求官买之晚夜城区四处望尘之旧游依忧上堂之夜刻史 则亡魂齿破若牛兄之欲星战色举四夜宫之见而 底掌阳梅高是阔不解屡气连宫之地吸首哭圣清之门华 古生辰来如鸡史雀罗赞设去等绝嫌疑密非干山川位 祖千变万化鬼出神入围此者皆依官士族或有意能不 此不仁不畏不亦迷溃有棚墨残妻子外城后茂内运百 心咒事则于钦佩子木舟典郡官则截人后自封直言歌 妙武列顶状中耳眷思同口欲真旨虽素论以为非而实 宰之不则莫俗痴痴如此之必于则为时薄患秉席穷居 甚此驱持身为甘眉心若死灰不淫事利家无担时不费 囊前偶隐连关将数十载奴捉至孝亲生所以告老也真 人欲语着雕为仆人之荣辱时反雍兮丰利上载内夫文 教方少众仲臣外养武劫备之大道恰以唇风举臂以财 绝无烂寿秉丝手术不欲一簪阿党比周扫地巨近轻薄 知愁灭隐窜激历时变成于锦良有化为之蓝囊之善俗脚 时亥尔惠目今兮不闻不见墨于敢无一约圣人 作而万物赌丝之谓呼 遂于被真凤照焦劳臣使请之遭母忧为己起为 散其侍郎奏内使侍郎逝于十亿至六卿将除大理斯道上 奏曰审有驾不四刘太铺审有行不四除大理斯则众 批至一千零一时 处而渐行明成为为可幼臣殿亭非账罚之所朝成饭吃 遂请以俗论上西加纳之事遂足于经诗十年五十二 上盛袭之前使调记燕有及三十卷行于十子赤松大业 中观至河东长矢 昌恒自子君父道前卫尚书仆舍昌小字子封神 但亚荣只可法博射今使公草行书从第四道小字是奴 宗中据称因妙故幽周为之与约卢加千里是奴子 年十七位继英王元徽叶兆补太尉参军士兼外兵参军 世受禅力平安令太子社人寻为仆社祖孝珍所见签尚书 金布郎孝珍美约吾用卢子君为尚书郎自卫无愧忧周以 其后兼散其侍郎迎劳周始五帝平寿私欲中世与大 宗伯胡思珍修礼令开皇出败上书辞部侍郎高祖长大集群 下令自成功继人接近近昌恒独魔所言左仆设高窘木儿 之臣使贺彻周喷香继来聘朝廷美领昌恒皆对之位己 初为徐州总管常使圣有能名利部上书苏微考之约得为 人表行为是责论者以为美谈长行致郡以所成马为他 牛所处应致死牛主臣谢求还价值昌恒为之约六处 相处自官常理此起人情也均和谢聚而不受性宽厚 不孝皆此类也转授周总管常使总管语文术圣进之位已 周五岁于千金周次使人受中奉赵持结为河南道寻审大 使及海以奉使称指寿以同三思次物三百段昌恒自已 年载玄车表其海谷幽赵不许大业出征为太子左树子 行义洛阳道促时年七十二子宝宿宝印 李孝珍 李孝珍自原操赵俊博仁仁也复习李姓周次使 视为这姓孝珍少好学能属文在世贺司徒府参军事件 进步望通宾客与从兄姨曹郎中骚太子设人 季节柏林催子 批据一千零一十一 午饭羊卢寻祖为断金之气后以设侧甲颗拜给世忠于十 门侍郎高干和清药用事求婚于孝珍孝珍具之游是游戏 因赠之初为太位府外兵参军后立中书设人柏林太守司 周别嫁妇兼散其常事聘周使妇还处给世门侍郎周五 帝平寿宜同三司少点四下代福宣帝即位转立部下大 夫高祖为丞相为炯作乱香周孝珍从为孝宽及之以攻守 上夷同三司开皇出拜逢义太守为范妙会于世称字后 数岁千蒙周次使利明安之自此不负留意于文彼人问其 顾凯然探约五十之年书烟而过病垂肃发经历已衰 换义文情一时尽以悲夫然美侠日折影宾客贤歌对酒 中日为欢真拜内使侍郎与内使李德林参典文汉然孝珍无 干据之用颇称不理上浅怒之赤玉使和其事由事出为经 周次使促观所者文集二使卷行于事有子允育 孝珍帝孝威亦有哑望大业中观至大力少清 薛道衡从地如 薛道衡自玄清和东坟英人也祖聪未继周次使父 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岁而孤专经浩学年十三讲座 是传见紫乡镇之工作国桥赞颇有词至见者其之 其后才名义者思周目彭尘王游引为冰曹从事尚书左仆 设红农阳尊艳一代伟人见而皆赏受奉朝请立步尚书拢 西兴术语与探约正工业不亡以和东培燕目之约 自顶千和朔无畏关系孔子汉执其人 今赴玉薛军以武臣坐相照为祭士及及位类千太位 辅主不遂于奸散其长 是阶队周成二使武平出照与诸如修定武礼除上 书左外兵郎臣使父曾聘以道横尖主克郎皆对之曾赠师 武时运道横河之南北称美魏收约父曾所谓以影头于 而呆赵文林管于范阳卢斯道安平李德林明有善父 批据一千零一十二 以本官职中书审寻拜中书侍郎仁参太子侍读后主之时 渐渐轻用于识婆有父会之机后与试中胡律孝卿参与正事 道横距成被周知策孝卿不能用吉王周五引为御使二命 事后归乡里自周主步入为思路上市 高祖座乡从元帅梁瑞吉王谦涉林周次使大定中守 以同涉穷周次使高祖寿禅作士除名和兼王红北征突厥 照典君书还除内使社人其年间散其尝试聘臣主使道 横应奏约江东最尔异于剑善岁九十游永家以后华夏 分崩流石浮摇慕荣赫连之被望妾名号寻一灭 王位是自北除南位黄远略周两立物在兼并所以 将表不诸基有年寺陛下胜得天挺光阴宝座比龙三代 平一九州启荣史区区之臣久在天网之外臣经奉使请则 以称藩高祖约正且涵养智之度外物以言辞相辙 时正义焉将东亚好篇时尘主由爱雕虫道很美有所作 男人无不迎送焉及八年罚承受淮南到横台上疏力不狼奸 掌文汉王诗陵将高炯夜坐墓下位之约经断之举客 定将东以不军事言之道横达约凡论大事成败先须 以至理断之与共所在九州本世王者风欲后汉之计 群雄敬其孙权兄弟岁有无处之地敬武受命寻及吞并 勇家南迁众此分割自尔以来战争不惜否忠思太天道 知恒郭普有云江东偏望三百年海与中国合金树江 闷义以运树而言其必刻意也有得者昌无得者王自古 心灭皆由此道主上宫履宫简幽劳术镇书宝骏与雕墙 憨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奋其必刻二也为国之体在 于任记彼之公亲被援而已把小人诗文庆为以正式上书 令将总为诗诗酒本非经略之才消磨喝任蛮奴士其大将 义夫之用而其必刻三也我有道而大比无得而小量其甲 批据一千零一十三 是不过十万兮自乌侠东至沧海分之则是玄而力若具 之则守此而师比其必刻四也席卷之事其在不宜窘心 然约军言成败事理分明无精或然以本以才学相齐 不亦筹略乃尔还除力布侍郎后座抽着人物有言其党苏 威任人有义故者除名配房领表进王广实在扬州英领 人逢到横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横不乐王府用汉王亮之计 岁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赵真还直内使沈静王游是贤之然 爱其才有颇见礼后属岁寿内使侍郎加上一同三思 道横美至构文必饮坐空踏壁而卧文户外有人便怒 其审思如此高祖美约薛道横做文书称我亦然戒之矣 于但后高祖善其称职位杨素牛红约道横老已驱使 勤劳已使其诸门臣己于是敬畏上开辅次物百段道横 此已无功高祖约尔久劳皆毕国家大事皆尔宣行起 菲尔宫也道横酒疏要才名义显太子诸王真相宇交 高炯阳素雅相推众声明及圣无尽一时 仁寿中阳素专长朝震道横迹于肃善上不遇到横酒之 几密因出简孝相周总管道横酒蒙驱策一旦为离不胜悲 炼言之耿叶高祖创然改荣约尔光因顽目侍奉尘劳 正欲令尔将射肩辅蒙俗金尔之去正如断一必于是赖 悟三百断九经代并十福一席马十匹未免遣之在任 清简利明怀其会 阳帝四位转翻周四十岁于上表求至是地位内时事 狼于士姬约道横将至以秘书兼呆之道横迹至上 高祖文皇帝宋祠祠曰 太史太夙荒芒造化之初天皇的黄咬明书契之外 其道爵其既远言谈所不亦而目所不追至于入血灯潮 居隐不疏于羽族取类于毛群义贺贵于人灵何用于心 批至一千零一十四 十夕宣以将元祭唐于则甘相而施法度观人文而化 天下然后帝王之位可重圣者之道为尊下后应周之国 与汤文武之主公祭申名申流亚宋然灵替于三 武残德于干戈情居润未任行名为正本汉执灵徒杂霸 道而为夜徒星而三方至典五 墨尔四海乱九州风欲枯 血经泥之群五都移离促踏 荣马之族虽玄行定松落幕 运据小寒卫镇沧海之流据席昆山之辽携迁之弹幕 万叶之一朝者其在大随乎 月若高祖闻皇帝诞圣将林则赤光照世韬神会记则 紫气腾天炎日角之其玉礼珠恒之者在屠戮张乎疑 表儿地系灵长神机虫俊类兵齐之类得丰沛之伯 祈福英力士纳魁兵们为常六清旺高百辟游众华之为 太尉若闻命之刃司空苍立将尽绿土弥废玉努金天金 芒兆也兼雄挺或聚合朔而连海带华长纵恶渡白马而赛 陈高雍蜀逆命平同梁之险云被弹引精灵之寇 三川以震九鼎江飞高祖岳奉祥如族寿手印赤福之福 寿玄弧之路命百下百圣之江洞九天九的之师平贡功而舔 吃油简犬气宇而露凿不凡二十八江五甲五十二真层 位于十腰逆舔阔分物于区域出离远于图探天助亲儿 还正的围绝而更扭书方击扫十牛马之内向月师福地 据忠实之变身万幸所以乐推三陵于是改步坛场以备由 红五让之心依照南为方从四海之寝光临宝座展礼交秋 五六代儿将天神臣四归而想上帝乾坤交太平物亨浊 前王之令点改一辉号英树蒙之子来一创都一天文上 诸鸟地里下距黑正为辩方奎隐于日月内宫外作曲 法于丞相玄正教于魏雀朝群后于明堂除旧不兴以封义 俗天皆之表地迈之外熏险孔赤其来自久横行十万 批据一千零一十五 凡怪于是诗词提步五千里灵所以现墨周两圣境节 矛头拼敌后于墨北魏族席其轻扰轻珍藏于山东不能止 其滩暴严陵起坐圣黄玉与运天侧于为以波神威于沙朔 柳氏瞻求之长皆为成立汉海跌龄之地静冲池苑三 五百月九江五湖的芬南北天阁内外谈其子盖之气 是盘踞之险横有建伟之君望怯帝王之号十经五代 年夷三百元将皇秦永怀大道明比离独为匪人经上 历见在唐泽哲居代的平臣及天纵神武寿胜出车一举 平定于是八荒无外九父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乃修 牛散马眼无修文 自华夏乱离眠基年代人造战争之巨家习交尾之风 圣人之遗讯莫存先望之旧点缀圆命至宗刊定五里 深赤太子改正六乐玉伯尊祖之遗节闻乃被金石袍阁之 奏亚俗时分而流星正树垂神听懒早朝燕霸费请望时 由百姓之未安据遗物之师所行先望之道夜思待但隔百 王之必朝不及细见一善事喜张于荣指纹一千范探生 于在宇伯父亲摇雾农中古苍岭有红辅之姬黎蒙无祖姬 之律天性红慈圣星策影恩家秦胎卵于是全人瞻 草木牛羊所以物建置于宪章重点行明大辟身法而屈秦 绝断于额寝固能一轮优续上下宿左右绝产于之路径 身无势力之门小心翼翼尽逝于天地终日干干戒甚于抗 及桃黎蒙于德化至风俗于太康公青树影霞尔岳目千 以天平地臣千在之家会登封将禅百亡之圣典以其精尼 欲见斩礼戒丘飞深藤时常为称守天子为而不适臣儿 不拘充止宁秒故此拂许而虽修物修上得不得更乃劫 陈黛月训谢千旧方之六十四卦千总之道为尊七十二君 告成之意为小微微荡荡无得以称烟而生成至得感达于 PG一千零一十六 穷壤和其勋风充益于宇宙二一降伏百零剑指日月星 向风云草树之祥山穿玉石灵界与毛之锐岁见月章步 可圣既至于正古所谓有图及所不载目所不见而所谓闻 古语称圣人作万物赌神灵资百宝用此奇效矣 继而由新姑社脱喜之志以身住顶金山升天之驾岁远 凡在离聚为帝尘目深考彼哀禅弓剑图山幽俊无负 玉博之礼长林及墨空见衣冠之游若乃将金飙怒飞明帝 陆开运卧图创业锤统盛德也拨乱反正继国宁人六 和八红铜文贡鬼神功也选九逃跑云和孤竹因四上帝 尊及佩天大孝也演伯及歌阵里才乐那名寿欲屈俗福 临至正也张四为儿林万语谋三皇儿并五帝起执资诸周 汉摩摩未尽而已虽五行之五美成于清妙久德之歌 无绝于岳府而玄弓唱恰不拘于行弃异夜远大起敬于余 阳 陈青生多性命偶心运驱世子陈驱持丹毕一词天阙 眼阁顶狐空有攀之星图怀入已知艺术平豪瀚感惜赞 树袭英海之情不增于大地契合之事非亦于洪流尽其心之 所存望其力之所及哲愿思亦不觉斐然乃座颂约 悠哉碎古秒已济世四海九州万王谦第三代之后 其道于替元带京行不胜其必荣敌华夏群凶纵特切号 迎明时有于国护威晨暴被里乱得五月成非三项误赛 玄京其力发迹幽方并吞扣尾独善雄强载四二百笔座 前王江湖上祖区域为康据吴敏月和朔卫四九线瓜分 三方顶至居诈不惜干戈尽起东下虽凭乱离末已无运 夜齐千年照但贺以高祖人灵幽赞胜得窘身神谋独断 但二张善宜兄近南宗伯传一太史恋日孤竹之管云和 知色斩礼上玄非烟太一臂朝会山川望至战魁心井 批剧一千零一时期 一剑帮击下平赤壤上叶子围部阵区逝选法相位地宅 天府顾本崇薇凶河汉海荒狼望种落陆粮食饭亭帐 黄威远设地德侠唱鸡嗓龟臣称臣内向吴越提风斗牛 新象鸡有年代自称君长大风味脚长经漏网授月天人 豁然清荡代日带斗太平泰盟里叫周背书鬼大同赴雨 知济沉顺之功里以安上乐以一封忧劳数鸡金玉前首 三面解罗万芳引咎那名鬼物驱使人寿神话龙平生灵 吸附潜心供给奉天室的邪气横流修真绍至谈场望性 云庭虚位推而不拘盛道迷粹记机闻登发四盛道类 汉光传装保命之来藏网玄缆幽静顶叶灵长红基龙盛 空洞问道焚射咬然欲变辖侠尘云上鲜哀蝉绿土痛感 穷玄流则万叶用教百年上响锐土永为圣则道恰悠险 人瞻洞直遥向不成乾坤将席为成座送用身网集 帝懒之不悦顾为苏微约道恒至美仙朝此于早 知意也于是拜私利大夫将至之罪道恒不悟私利刺史 防焰迁速相善之必及或劝之渡绝冰克杯词下气而道恒 不能用会议心令九不能决道恒为朝是约向史高窘步 死令决九行有人奏之地怒约如意高窘邪腹 执法者堪之道恒自已非大过促现思早断记于奏日记地 设之赤家人俱传以备宾客来后者及奏地令自尽道恒 殊不亦未能引决献思重奏一而杀之妻子喜且末时年 七十天下冤之有及七十卷行于世 有子五人收罪之名出祭族妇如如清真孤戒不交流 俗舍立经史有才思虽不为大闻所有诗永辞至清远 开皇中为世遇使扬州总管司公参军 每一方职自处辅寥 多不便知己满转清阳令乡臣臣郡怨促官所经并有会证 与道恒偏相有爱收出生即与如为后养于如宅至于成长 批据一千零一十八 带布什本身太长城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如借刀子割爪假如 以仲操非雅士静不予知其不肯妄交亲借独行皆此类也 道恒兄子卖官至选布郎从腹地道时官至礼布侍郎 离时太守并知名于侍从子得应有卷才起家为由其位 左卫但修卫使使臣千著作左廊及月望洞称至东兜 王氏冲之剑号也军书于习皆出其守侍冲平以罪浮诸 所有文笔多行于时 使臣约二三子有之际皆以此早者文元利周随 见推众李称一代俊伟靴则时之令望卧灵蛇以据造成 一族已并驱文雅纵横经身欲正静炎阳雀却如居二子之右 李靴于清托子思道官徒辽落虽穷通有令亦亦不互细行 之所致也批据一千零一十九 列传第二十三 明刻让 明刻让自宏道平原利人也富山兵梁市中刻让少 好如亚善谈论博社书时所揽将万卷三里理论由 所言经策立向德奇妙年十四世贺乡东王法曹参军 十社人珠在宜贤堂讲老子客让玉焉堂边有修竹 令刻让勇之客让蓝笔哲成其促张约非君多爱赏谁贵 此真心圣其知事立司徒记九尚书都官郎中散其事 郎兼国子博士中书士郎梁灭归于长安周明帝尹为零 指殿学士额受著作上市转外时下大夫出为为王有利汉 东南城二郡守五帝即位赋征为漏门学士令与太史官署 镇定心力拜以同三思类千思调大夫四决力呈现博弈 百户高祖受禅拜太子内设人转律更令静爵为侯太子 以师道处之恩里圣后美有四方真位者以赐之于石东宫 圣真天下才学之事至于伯物恰文皆出其下赵与太长牛红 等修理义乐朝典故多所财政开皇十四年以及去官家 通知散其常世促年七时上圣商席烟赴物五百段米三 百时太子又赠卷布两千匹前十万朝福一具给官国者 孝经一书以布古经地带记一卷文类四卷序 明森记一卷及二十卷 子于庆官至斯门郎月望洞称至为国子祭九 批至一千零二十 魏旦 魏旦自艳申聚录下区洋人也祖魏光周赐史父 季景大司农卿称为者姓氏以文学自夜旦年十五而沽 专经号学博社经史善署文词彩善意柏林王继闻其名 尹为继世吉郎邪王眼为京基大都督以旦为凯曹参军转殿 中世御史寻与尚书左仆设未收立部尚书阳修之国子博士 雄安生同修五里又与诸学士传预览书成除殿中郎 中中书设人父与李德林聚修国史周五帝平寿那言中 世级高祖寿禅出为邢台里部侍郎寻为散其尝试聘臣主 史还除太子设人废太子永生礼遇之旅加优息令助语 信吉父传校院慈林吉士称其博物数年迁著作 狼人为太子学士 高祖以为搜索传书包贬诗时评会为中心书是不伦续 照弹别成为史弹自道武夏及功地为十二级七十八传 别为史论吉利益卷并目录和九十二卷弹之益利与未收 多所不同 其一曰 成文天子者 祭天利及终始绝明故古良传 曰太上不明屈里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明 诸侯上不生明旷天子忽若为太子必须书明良有子者 对父生称父前子明礼之义也是以还公六年九月丁卯子 同身传约举以太子之礼杜玉柱云环公子庄 公也十二公为子同是狄夫人之长子被用太子之礼故事 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臣君而不明春秋之义圣人之 为止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明汉之储两句没其会 以尊汉卑周臣子之义也切未虽利此礼恐非其义何者 春秋礼记太子必书明天王不言出此众尼之褒贬 皇王之称为非时与待遂为幽劣也颁故饭也承受 批据一千零二十一 王颖审约参丝不同尊卑失序至于未收惠储君之明书 天子之字过又圣燕经所传使惠皇帝明书太子自御矣 尊君悲成衣春秋之义也 其二约五帝之圣三代之英姬得类公乃文乃无贤 圣襄沉默过周氏名气不及后继追逝止于三王子及前代 知冒时后人之境也未是平稳以前部落之君长尔太祖 远追二十八帝并及崇高为尧顺县张月周公典礼但道五 出自杰神卫失点告须难懂止比才而正之反更是非 言是观过所谓绝博泻之水腹去提防相邻之灾未可免也 但立为天女所但邻爵是尊为始祖的理智一平文昭 陈雄聚赛表因封建成屠南之夜姬自此使掌孙经之乱也 兵骄御座太子受命招臣免道五此时后明方生宗庙 附存设计有主大功大孝实在明此之三是称是可也 自资以外卫之感闻 其三约成以为南朝杰王穆也咒灭斩以月选守白 其幽王死于离山立王出奔于智卫常隐会指笔书之语 以劝善成恶一界将来者也而太武文并皆非命前实力 既不天然言论之间颇漏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信 逆臣贼子和所惧灾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原首方族赎 不沾仰旷复兵骄御座史及王乌尔可迎莫者呼经所转史 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还之死敏昭杀竹丘明巨石 旭于今下旷复玄阁带而至一为灾 其四约周到临迟不胜其必处子轻问九鼎无人来真 百劳无君之心十章行路夫子勘经皆书约促自尽得补 竟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属至其生日聘使往来 略如敌国及其中也书之日死遍同数人存梅顿书能无 怀溃经所转使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约促痛之无 批据1022 除 其五约胡遂发问马迁达之意已尽以后之术者人 为领悟董众书司马迁之意本云上书者隆平之典 春秋者拨乱之法新衰礼制作义书制定则直续轻 明世乱则此间显惠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到费 春秋作烟谣顺盛尚书载之事也汉兴以来 改正朔异辐色成立宋盛德仍不能尽于所谓数故使而 君比之春秋谬灾然则寄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 秋名以儿范叶云春秋者文记总略好诗是行 经之拟作所以为短记传者史般之所遍也网罗一代 是一周西事之后学此言为幽故记而述之官业此言 岂知非圣人之无法诱施马迁之意 只孙圣自卫钻养具体而放 之卫收云鲁史记修达者一则子长自居记传不存诗 表盖全员所由的非器及虽负训 此卫圣亦为司记传所 由来也 但又以为司马迁创立即传以来 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 为立论即在身形即聚在证书 是即无其不足成券再数 诈同名宋重续为绝繁文案 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 君子曰者 无非圣太其间寻常直书而已经所撰史 且有目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师其无损意者所不论也 但所者为书圣简要大脚收惠之师 尚懒而善之 为己促十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姓言 颇知名 但地雁玄有文学立扬州总管府浮计市伟州司马友子 满行 陆爽侯白 陆爽自开明为俊林张人也祖顺宗为南清周刺史 批至一千零二十三 覆盖之或周刺史爽少聪明年九岁就学日送二千余言 上书菩舍阳尊贱而之曰陆世代友人焉年时期 思周牧卿和王岳照为主部着殿中世遇史而兼至书类 转中书侍郎即灭周五帝文其名与杨修之原书得等时 于仁惧珍入关诸人多将资重爽独宰书数千卷至长安寿 宣纳上市高祖寿禅转太子内职尖寻千太子喜马与左述 子宇文凯等传东宫典计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学有口便臣 仁至敬常令迎劳开皇十一年促官十年五十三赠上仪 童宣周四十四伯百匹 子法严敏学有家风是赫尘凤郎出爽之为喜马长 奏高祖云皇太子朱子为有家名请依春秋之意更立 名子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云我孙志明宁部 自解怒爽乃耳多是善或于永义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 并以平处终身不法严禁作除名 爽童俊侯白自君素好学有节才性滑稽 犹便俊举 秀才为如琳琅通脱不适威以好为匪邪 杂说人多爱辖之所在之处官者如是阳素圣辖之素常与牛红退朝白未素 约日之戏以素大孝约以我为牛阳下来邪高祖 闻其明诏语与于圣月之令于秘书修国使美江卓之高祖 则曰侯白不胜官而之后给五品十月余而死十人商 其搏命者经济十五卷行于是 杜台青 杜台青自绍山柏林区洋人也复辟魏魏魏清台青 少好学博览书记解蜀文是凤朝请立司空兮何记久 司徒护曹著作郎中书门是郎姓如素美意雅道自居 集周五帝平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 黄初被征入朝台青常采阅令处类而广之 为书名语 批之一千零二十四 竹宝典十二卷至试奏之四卷二百匹台青幻龙不堪力 执请修国史上许致败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请至试试 以本观还地数载中于家有及十五卷转即二十卷 并行于是无子 有凶蕊学也不如台青而干局过之事至开周四始子 公善少好学有家风促于安阳令公善子之松大业中 为起居设人 新德园 新德园自孝基隆西迪道人也祖墓为平原太首富 子父上书又臣德园沈静好学年十四解数文及长博 揽书记少有重名上书蒲舍阳尊艳殿中上书心术皆已时 明世见德园并须经理尽因痛见之于文宣帝起家奉朝请 后为监援外散其侍郎聘良史父后立逢一华山二王济世 中书侍郎留替上表见德园约若好骨晚节于立枕即六 经于百世文章起艳体调清华公圣表于闺迁总者 是时候静之词人经之雅气必能孝节一官成足迁 理由是除园外散其侍郎类千笔布郎中复兼通直散其长 是聘于臣及孩呆赵文林管除上书考公郎中转中书舍 人及蔑氏周围宣纳上市应取集一厢周会为窘作乱 以为中郎德园辞不免岁王去高祖寿禅不得调者久之 隐于林律山御御不得志者幽居父以字迹文多不载 德园肃与武阳太守卢斯道友善时相往来为周次使催艳无奏 德园前为交捷孔其有兼济游士则令从军讨难宁岁于儿孩 秘书兼牛红以德园才学显著奏与著座郎王绍同修国使德园 美于物系传集著春秋三传三十卷著阳子法言二十三 卷属王秀文其名而影之居数岁奏以为怨后转资亦参军 促冠有集二十卷又转资训内训各二十卷有子素 批之一千零二十五 陈振臣并学设有文艺 六巧言 六巧言自顾言本和东人也永家之乱喜家襄阳 祖坛梁氏中复徽都官上书便少聪明解数文好读书 索兰江万卷是梁氏贺著作左郎后消窃据荆州以为适中 领国子继九吏部尚书及梁国费拜开府通直散其尝试 寻谦内使侍郎已无力干去直转进王姿意参军王好文雅 招隐才学之士诸诸葛隐于试南王咒诸等百余人以充学试 而变为之官王以诗有处之美有文识必令其润色然后试 人长朝经诗还作归翻覆命便为续词圣典出 王属文为语性体极渐变以后文体遂变人受出引变为 东宫学士加通直散其尝试减孝喜马盛见清呆美照入卧 内语之咽血便由菌便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想 性幼氏九颜杂匪邪由氏弥为太子之所倾侠以其好内典 令传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懒而大跃赏赐忧 恰才被墨语为比扬帝四位拜秘书尖锋汉南县公帝退 朝之后便命入阁炎焰讽读中日而霸帝美与平后对酒 时逢新会者浅命之志与同踏共习恩若有蓬帝有恨不能 夜照于是命将克木偶人施机官能坐起拜福以向于便 帝美在月下对酒折令工人置之于坐与相仇坐而为欢笑 从信扬周玉集促年六十九地商习者九之赠大将军事 约康传近往北伐纪十五卷有及十卷行于是 许善兴 许善兴自物本高扬北新成人也祖茂梁太子忠树子 使平天门二郡守散其长世父亨世良智给世门侍郎 在陈与与林坚太宗大夫为为清领大著作善心九岁而沽 为母范氏所居养幼聪明有私理所闻者能诵记多闻末时 批至一千零二十六 为氏所称家有旧书万语卷阶便通设十五解书文件上 附有徐玲玲大旗之位仁约才调及高此神童也起 家除兴安王法曹太子瞻世江总举秀才对策高地受度之郎 中转侍郎补传时学是真名二年家通直散其长世聘于 随遇高阻罚臣里臣而不返命类表情词上不许留职 宾馆及城王高祖遣史告知善心衰浮豪哭于西街之下集 草东向经三日赤书宴焰明日有照旧馆拜通直散其长 世次依一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福复出北面立垂涕在 拜寿照明日乃朝福气于殿下悲不能心上顾左右约 我平成国为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臣臣也赤 以本官职门下审赐物千段造马二十匹从信泰山海寿 于布侍郎 十六年有神阙将于韩章踏高祖赵百官赐宴告以慈睿 善心于座请止笔至神阙送其词曰 成文官相则天甘元和其德官法省地域大表其尊语 诗云行四十所以身沙川流月立万物于世才尘出阵尘离 知君祭焰私奉之后欲垂欲斗而降金板金藤以传并陶也 信灵含蓄动止秒玄珠于赤水祭明静呼须唐末不景福音 云家矿及池深难懂月响云韶月我皇帝知君灵 产大方抗抗抗抵寂凤底巨图不言行燕射提件旨布 肃清烟喉领起闭阔的富下解海减商旧望提其尊登 昌其慧眠屈嘉宇侠智耳安藤时非生直唱棒师吴体之 李威一步震知公无声之乐罪照总章之官上祥养老公 问百年夏土字明星为百姓月七日遇热板寒门吹灵梅 雨之荒赤蛇轻马之意解便请立霄任陈锋旗指呼喊北场 跳乐郎居之秀席盛南静静表不奈之城故使天福爱道地 宁令宝川月展幽明孝林辖宿游称团高树礼伴景清 批据一千零二十七 赤姿利窥银足足怀人斑斑扰义降幼之来若此生隆之 化如彼儿登峰盛典云亭住百简之一致致成功柴辽弥玄 之告虽奉常定礼武其草闻天子义而未行推而不有 允功克让其在似乎七十二君性灭如也顾神情显奔玄 印特招白觉主铁制之旗赤诀诀弦丹书之贵班顾神觉之 宋旅五代文曹直加觉之偏七亭及有位若于非五丈 来贺文宗刷彩清蒲江熬赤祭玉己朝玉取完宣笋之间 金门淡开尖流云迪之箭中古旷世卫或前文福照明珍 得知资日岁赐上张绿邪大吕玄宵会节玄英统时至尊 为名求一诚心于韩章之殿原有锐觉翱翔而下载行载制 以名而许前来即来以臣宣迟而顾不夫睿者福也民主 知修真确者觉也圣人之大宝景暗考由云轩原 有觉赤头利日棒占云土经之应又礼机命争 云祭四合其以则觉及习汉及太之殿位下文昌 知公一见雍秋之祠三入屏东之府并旁观回主事漏人为 西族称以义又闻之不哭胎扑软则奉训名不入境焚园 则吃盘湾市之陛下只杀故非走宅新皇祠好生而福前 欲得臣面凤伦福锤是修祥玉成家宴不慎早月礼前辟 处西土路积少长东于为臣残余往咸逢时圣呼囊带哲节 勇敢颂云 太素是赵大德滋生宫玄不弃道要无名指纹顶格 言习英臣祥土瑞使赫赫明明天宝大定于说我君无异 乃武文教维文恒赛宇宙旁宁设坟宣物重造遥风载 熏幻发王策昭章帝道遇的七神非天武老山之土秘 和灵运宝黑羽身谈清灵浮灶丹乌流火白至从风七阿 德少明其座龙位如神诀敬赫王公武林何有百福幽同 孔徒赤询文表白节节其阴行行锐计划玉府已嫌 批之一千零二十八 毕己上天之命名神所格随应在瞻一成玉焉永基为宿 方流管弦宋歌部足道武吴轩成败鸡首亿万四年 宋成奏之高祖圣月曰我见神却供皇后观之 经诞赵公等入世述此事善心于作使之即能成颂文不佳 笔不停豪长文此言经见其事应赐物二百段时期 年除密书成于十密藏图及上多小乱善心放软笑续七路 更致七零各为总续关于篇首又于步路之下名作者 知意区分其类力焉又奏追李文伯路从典等学者十许人 镇定经史错谬人寿元年设门侍郎二年加设太常少清 与牛红等异定李月秘书成门并如故四年留守经师 高祖崩于人寿公阳地秘丧步发先亦留守官人出除严周次 始逢汉王亮反不知官 大业元年转礼部侍郎奏剑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 凯禄得民主挥鲁士达志辈并加品制受为学官齐年 赴纳严阳达为继周到大使已称指次物五百段作为大将军 宇文术美弹界本部兵术十人以公司一长半日而罢涉御十大 夫良皮奏合之上方以复心为述出复法推迁于人皆称被译 经二十余日法官后四上亦乃言亦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 通计纵令有十亦无罪诸兵士闻之更云出不被译上 御士之父亦须十百辽亦为虚善心以为数于帐位之所抽 宾思亦虽不满日却于素未与长亦所不情状乃书又兵 多下翻散环本辅分道追至不谋同辞经代一月方十番 附间状分明辞和可舍苏微阳汪等二十余人同善心之 亦其余皆亦免罪阳帝可免罪之奏后属月数赠善心曰 陈书宝促善心与周罗于世基元冲蔡真等同往送葬 善心为继文位为陛下敢于今日家书宝尊号召问有时 自远古历世的士尔帝圣恶之幼太史奏帝即位之年羽瑶 批至1029 十佛和善心亦以国哀福而不宜称赫树讽玉使和之佐 签给侍郎将平二等四年转方物质奏之七年从至 卓郡地方自欲荣以东讨善心上风是五至免观其年赴珍 为首给侍郎九年设左翼未尝使从渡辽寿见结位帝长 言及高祖寿命之福应问鬼神之士赤善心与崔祖训转灵 祭时卷 出善心赴转住梁使未旧而莫善心术臣妇至修 序家书其序传末术制作之一曰 谨暗泰肃将蒙洪荒出盼甘宜兹使臣相所以正时穿 载后申品物于烟波器参三才而欲得萧二统而降临友人 明烟树之君常有贵见以为其宗吉保上天之倦命应下 土之乐推墨不值大方阵长策赶赵赵风云驱持英俊干戈 一让取之也书攻顶欲浮沉之也一致革命创制逐速 之道烧张济世纪言笔墨之关键者言浓以往存其名而漏 其继宣以来会其文而显其用登丘纳录剧训告及点魔 冠卯入房传下阵宇因四季辩方阵位论时训攻南北左右 歼四明之别陶悟成车善一家之称国恶虽惠君举毕书 故贼自乱臣天下大巨元明镜昭然可查及三交帝席 五圣相言据称百古之主并以四海自认崇光类得何事无 哉 歹有良之君临天下将左建国莫斯为圣受命载于义君 继统传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载于座五十六年五皇帝出自诸 申元申宝利诊百王之必就万幸之为返交际之莫留登 上皇之独到朝多君子也无疑显礼乐必被宪章举红 申辞于不杀即大忍于无形荡荡微微可为称手属英融入 引劫胡青落沸腾沉三纪所谓闻扫地滔天一元之巨 恶狼庙有续剪成糊涂之场伯有一岁夫犬羊之首福 批至一千零三十 善机儿身或仁义在儿国王起天道与起人事于常别论之 再续论之卷 先军席在前代早槐树作繁传书为五十卷粮 书记传随是乐成 急阙而为旧者目录柱为一百八卷 粮事交丧坟及宵禁种必皆残不准磨所到为囊铜毁尘 农河以求情如记坑先望之道 将坠汉陈徒请口寿之文以 绝所传之书一时 王散有成出建兆为史观不阙时宜 新时口颂依旧目录更加修传且成百卷 以有六至五十八卷上密格器 善心早阴图了福贺新构太监之末平抗表文志得之 出蒙受史任方愿游素采访门庭记录福利若采养成仙 至而单宗少强尽虚事类原言退平摩索交由七尺不求 竟一甲班四支书图文其语给王影之笔未见其人家以 雍良能孤陋墨学舔直郎属尖转成史至此书言时 未及陈旭真名二年以台郎入聘指本一轮赴他乡拨迁 行人诗时将命不负望都停而常痛迁别管而玄乎加使旧 书在后坟荡经只有六十八卷在右并缺落诗次自入经 以来随剑补契略成七十卷四地计八卷后非一卷 三太子录一卷为一致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致十卷 据成列传二致二十卷外七传一卷孝德传一卷 臣臣传一卷文怨传二卷如灵传二卷一名传 一卷数数传一卷翻臣传一卷和一致十卷止足 传一卷列女传一卷权性传一卷结贼传二卷 逆臣传二卷判臣传二卷续传论数一卷和一致 十卷凡称使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明暗者并善心不阙 别为续论一篇托于续传之末 十年幼从至怀远镇家受潮散大夫突厥为燕门涉佐 批据一千零三十一 清卫五奔狼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驾姓江都俊追续前勋 受通义大夫照还本平行给侍郎十四年化及杀逆之日 随观敬一朝唐叶赫善心独不致许红人迟告之曰天子矣 丰与闻将军设政和朝闻五末不及天道人士自有待中 何欲于疏而低怀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红人返走上马 弃而言曰将军于疏全无恶意呼自求死岂不痛哉还 告唐凤义以壮白话及遣人旧宅直至朝唐话及令氏之闪 心不无倒而出话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负气命捉将来 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折千叶因碎害之 十年六十一集月望称至赠左光路代夫高阳县公事曰文 杰 善心母范是梁太子中设人孝才之女少寡养姑薄学友 高杰高祖之赤赤上十美十心长遣分次长照犯入内 是皇后蒋独风永乐俊军及善心欲获犯年九十有二灵丧 不辜负就约能死国难我有而已因卧不识后时余 日益中 李文博 柏林李文博信真借耿直浩学不倦智于教义明理特 所留心美读书至至乱得诗中成烈士未尝不反复迎完开 黄中为与其卫特为利布侍郎靴道恒所知恒令在听世为中 批简书使并查己形式若欲至正善事及超传记录如选用 书谬即伟之脏否道恒美得其语莫不欣然从之后直觅书 内审典孝焚己守道居平燕如也虽衣时罚绝而轻操于 力不望通宾客恒以礼法自处柴被莫不尽但焉道恒之奇 平美言于佳给以资费文薄商略古今至正得诗如指珠 掌然无力干烧千教书郎后出为现成岁的下考树岁部 调道恒为斯利代府玉之于东都上书审慎皆明之岁奏为 批至1032 从事因为王司马里刚约今日岁玉文博得奏用之 以为欢笑其鉴赏之因如此在落下层一房玄相送于渠 陆玄未知约公申平至尚为在正值经济得为从事 故应有会塑星比来积着阳青所为多少文薄碎分必立身 约夫亲其留者必结其原正其末者须端其本经至原混乱 虽日免时贪俊首义何所义其骨质疾恶不知即会皆此 累也于时朝震尽坏人多赃会为文博不改其操论者一词 贵之遭离乱拨千不知所终 初文博在内教书于世姬子亦在其内盛世荣福而畏 有所却文博应从荣问之年纪达云十八文博乃未知 约习甲义此之年亦论和世君经图世已荣故何为者 又秦孝王妃申南高祖大喜班次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 屡空人为其月乃云赏罚之设功过所归今王妃申南 于群官和世乃望寿赏也其寻名则十路过季功必史赏 罚布滥功过无影者皆而文博本为经学后读史书于诸子 即论有所该恰信长议论义善属文者至道及时卷大 行于是 史臣约明刻让魏旦等或博学恰文此早善意记称 燕赏之郡时约东南之美所在建宝取鹿位虽无往非命 盖意道有存烟旦之魏书时称简正条立祥秘族传于 后此外诸子各有计数虽道或小大街至在立严美意 批志1033 列传第24 杨三子 杨第三南宵皇后申元德太子招王兰宵平申照王稿 原德太子招王帝长子也生而高祖命养宫中三岁时 于玄武门弄时师子高祖宇文后至其所高祖是换腰痛举 守平后招应必去如此者在三高祖探约天生长者谁 父教忽由是大齐之高祖常为约维尔取父招应 生儿弃高祖问其故对约翰王为婚时横在至尊所依 朝取父便则出外聚将为离世以提尔上叹其有致性 特中爱焉 年十二立为河南王仁寿出喜为晋王拜内使令间 左卫大将军后三年转拥周牧阳帝即位便姓洛阳公昭 留守经师大业元年帝遣时者立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影 强弩性千充颜色寻寻 为常愤怒有身险可责者但云大 不是所善不许多品为习及与减肃成立有老父母者必 亲问其安否岁时皆有会赐其人爱如此明年朝于洛阳 后蜀月将还经师院的少留地不许拜请无数体肃肥 应至劳及地令乌者士之云房灵王为遂为己而轰 赵内使侍郎于世基为哀策文曰 为大业二年七月鬼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轰于行宫月三 年五月庚陈朔六日将千座于庄陵里也胜浮宵宰官小 批至一千零三十四 辟宿文物已聚成衍兵从其如席皇帝到离方之云会接阵 公之窥相顾守器以常怀陵登郡而心想先远借日战某云 从庭一策祖阶所收众抗明经已起路动徐轮于镇荣魁 行度明内得章是原兆史册是尊典至彼俊哲之徽游波 长久呼天地其词曰 陈姬俊及地续会昌体元席圣遗要重光气秀春露 神华少阳居周易宋处汉涛桃装有纵身之但因维瑞信道 昔日几身起岁将继大臣府情多亿数倾建国命义作藩 微蕊仙鹿戏义渠门雍府有寄分契为尊丰高楚殿雅慎 梁元睿后英楚天人邪顺本帽条远姬重体骏改王参须 眼有唐靖在贵能千居冲一圣风姬千里昌和九众神 周王化靖吕君蓉瞻眼眼草高是折充为以清密清闲允 蜀范景风兰飞华吃玉辉汉权永敷眼早入世事变凡 思谋起沃红为姬德风眼凡指月自天孙光申元子绿车 歹是翠英凤四肃穆满荣怡行让礼乐交唱爱尽兼姿 悠有养德功己成怡南山聘影东旭尊师有翠神怡深目 其度显显观德温温沈玉炯借珍流连王妇入兼出府 日旧月将冲勤玉玉令问金香以随景福永坐原良神礼 明末天道难究人不必受善或千佑巨山之颓坏乎贵 公之悔构痛结幽冥悲惨宇宙痛黄情之声闽催俱了其如 旧乌乌哭哀哉哉回气朔仍染居珠沾灵漏于为下身霜 于玉除夜漏尽西空皆属小月玄西为殿须乌乌哀哉江宁 辅长为望愿度位似于造舟尊长平之修版望驾而不 追顾楼而日远乌乌哀哉哉永隔存眉长分古今去荣华 愚人士及前岁至幽生非细烟而烧起惨落井而将审听 哀晚之妻处砸灌木之碑迎分图玉而流媚兮便已沾经 乌乌哀哀哉久的全千年白日虽今时之能久中天壤乎长 批句1035 感图芳于转速永非生而腾食 帝生追道 有子三人为非生公皇帝大流良帝生燕王潭小流良帝 生月望动 燕王潭自仁安敏慧美姿宜阳帝于诸孙中特所中爱常 至左右幸好读书由众如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帝 早中美至继日莫长不留涕乌夜帝游是亿以其之语文化 即是逆之继谈绝便欲入奏孔漏其是英语良功销俱迁 牛语文小等川芳林门侧水斗而入至玄武门鬼奏曰陈醋 中恶命献而倾倾的面词死魔所恨迹以见地为私工 这所恶竟不得闻而而难作为贼所害十年十六 岳望洞自仁景美姿宁宽后大业二年立为岳望 地美寻信洞常留守东都阳玄感作乱之际与明不尚书凡子 盖剧之极玄感平朝于高阳拜高阳太守而以本官赴留守 东都十三年地信江都复令洞与金子光路代府断达太府 清元文都设名部上书为金佑五位将军皇府吴义等总留台式 与文化及知识逆也文都等意以洞元得太子之子赎罪为敬 于是乃共尊历大赦改元约皇太是帝约明妙号是祖追 尊元得太子为孝成皇帝妙号是宗尊其母留良帝为皇太后 以断达为纳言又议位大将军设理部上书王氏充议纳言 左议位大将军设立部上书原文都内使令左销位大将军 卢楚议内使令皇府吴义兵部上书又五位大将军郭文议内 使侍郎召长文门侍郎伟以积物为金书铁券藏之公也 于时洛阳称断达等为七贵 为己与文化及立秦王子号为天子来赐彭成所经诚意 多从逆洞据遣使者盖从马公正招怀礼秘密遂遣使请 将洞大阅礼其使圣后即拜密为太位上书令为国公 批据1036 令句话及下书曰 我大随之有天下鱼资三十八载高祖文皇帝胜略神功 载造屈下是祖名皇帝则天法的混一华容冬季盘木西通 细柳前鱼丹角后月幽都日月之所临风与之所致元首 方祖秦秦时帽末不进入提风皆为臣妾加以宝旷 林瑞贤真作乐至李宜风一俗至周环海万物受其次 道祭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网英立世统陵南福自居皇 及顺资望姓所已网遂审方展礼寺静庭拦住弊案驾清 道八屯如席七翠不以其异性起非常歹于宣必栽申部 一言及免留奉会之日武情崩允潘号屠独不能自胜 且闻之自古代有屯包贼臣逆子无事无知智如语文 华吉诗传拥品其附数网属时来早瞻后遇刺已昏苟 智之公辅为尊九命路众万中礼吉人成荣官式表图臣 海月之恩为有捐臣之义华吉以此下财宿蒙故叛出入外 内奉望皆持习陪帆帆国统领敬畏及从申皇座陪列九卿 但本性凶独自其贪慧或交捷恶或侵略或财势重行篇 壮淫欲减在上不宜三旅恩加草芥应至死孤美蒙庶免 三经除解寻副本职在喜边艺人及追孩生辰之恩浩天 网集讲卓之义人士喊文化即消禁为心情不弱纵毒 心或轻负行公诸王兄弟一时残酷痛暴行路是不忍言 有穷之在下时犬容之于周代信辱之极意味是过正所以 刻骨崩兴隐胆肠血沾天是地无处容身 金王公亲是数了百辟以大宝鸿鸣不可颠缠元凶 巨华须早已舔一代正宫四守宝位固为寡宝至不歹词 金者出府以而杖毛月是摔麻而换甲咒咸渊是众人类至兵 指日传真以平大道且化即伟立秦王之子幽恶比于求居 其身自称霸香专善拟于九五旅渐禁欲具有功为昂首阳 批剧一千零三十七 梅初无蚕色依官朝望外具凶威至世臣臣内皆奋愿 以我亦师顺彼天道消以丑族匪夕依依朝 太魏尚书令魏公丹臣内发宏略外举律秦王之师 讨为天之逆果亦真仙雄皮静竹金谷镇折若火焚毛风 任纵横如汤卧雪魏公志在框祭投魅前驱镇清御六君 心严寂静以此重战以斯顺举波山可以动射时可以入 旷拥此人徒皆有离得京都市卫西义乡家江左纯明南 斯邦义彼来表书若义人性相寻若王师义灵旧章赞赌 自应解甲道歌兵宵夜散且文化及自自天夺其心沙禄布 孤错辱人世墨布道路测木浩天巨的正经复仇学耻消 患者一人整溺就焚所哀者是数为天见孔应又我宗舍 依照感义聚会振兴露元凶侧熏隐至四海交太称镇 一焉兵树军机并受魏公截度 密见使者大跃北面拜扶尘李圣公密碎东聚画集 七贵颇不斜因有相图之际为己原文都如楚郭文 依照常文等为是冲所沙皇府无异顿归长安是冲异动所臣 谢此情哀苦动已为至臣命之上殿被发为蒙是无二致 自是动魔所观欲动心不能平碎与济世录世纪谋途是冲事 不果而止即是冲破李密众妄亦归之岁自为阵王总百魁 加九西被法务动不能静也断达云定心等十人入见于洞 曰天命不偿正王公得圣圣愿陛下依让告禅尊唐于 知即动文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东都者士祖 知东都若随得未衰此言不可发必天命有改意赫论于禅 让公等或先朝旧陈姬宣上代或秦王历劫申服宣免呼 有思言正负和所望神色凛然是为折磨不留汗继而 退朝队梁带而弃士冲更使人未动曰金海内未定须的 长军呆四方亦安抚子民辟弊弱前盟亦不为父动部 批至1038 得以讯为于世冲碎被忧于寒凉殿是冲建为号封为陆国 公益五千户 岳于宇文如同陪人姬等谋诸是冲父尊利动是写 并见害士冲凶士运阴劝士冲害动以决明望士冲浅其执行 本正义动所曰愿皇帝引此久动之不免请与母相见 不许遂不习焚香礼佛咒曰从今已去愿不申帝王尊贵 之家于是养要不能时绝更以博异之士冲尾士为公皇 帝王兰自是哭小字阿海美容遗书眉目少为高祖 所爱开皇忠立为豫章王一千户及长颇设金矢游宫 其设出为内使令人寿终拜扬州总管颜怀以南诸君是羊 帝即位晋风王增议四千户大业二年帝出入东都胜 陈布兰为君导寻转玉周牧儿而元德太子轰朝也助望 以兰四帝又赤利布上书牛洪庙选官署公亲游士多敬子 帝明年转雍周牧寻喜河南引开府以同三司元德太子 左右二万余人犀利于蓝宠玉翼龙自乐平公主及诸七属进来 智力百官称叶田艳道路 蓝颇交字逆境小人所行多不法浅桥令则留前安 陪该皇府成库敬仲以成智伟等求生色狗马令则等因此 放纵仿人家有女者者角蓝命呼之再入蓝宅因缘葬影 自行淫秘而后浅之众以智伟二人一龙西窝至诸胡则 其名马德树匹以晋于蓝令海主众以等诈颜王赐江归于 迦兰不知之也又乐平公主长奏地言柳氏女美者地位有 所达九之主父以柳氏进于蓝蓝席那之其后帝问主柳氏 女所在主曰在王所地不越蓝于东都迎帝大门 无故而崩听是福中者使者以为不祥其后从帝信于陵兰 都后君不其五万痕与帝相去数十里而舍会帝于焚羊公大 批至1039 赵兰已迁其入围蓝大迷路以而地位有得也乃怒从观 皆言围蓝左右所恶不得前帝于是发怒求蓝罪师 实至宪令无故不得出境有依却令皇府许姓于蓝为靖江 知焚羊公幼金兆人达西通有妾王氏善歌贵由艳巨多获药 至于是斩转意出入王家御史为德御西指荷兰帝令甲氏迁 于大索兰帝英雄至其是兰妃为侍者名不上书充之女也 早促兰岁与非解缘是父通岁义女外人皆不得知阴影 乔令则于地内憨艳令则称庆托兰帽以为欢乐照相公另辩 事后亭相公只非解缘此子者为皇后王贵不可言 施国无处复兰自卫赐北历又以原得太子有三子内藏 不安因写左道为艳圣之士至世世皆发帝大怒斩令 则等数人非解赐死兰府辽皆赐之边远时赵王稿犹在海如 地位是陈约正为有兰一子不然者四诸是朝以民国 县野兰自世恩宠日衰虽为金颖不负关玉石阵地恒令 五奔郎将一人兼其辅士兰有为师五奔折奏之地一长绿兰 身便所给左右皆以老弱被缘而以兰美怀为巨星不字 安幼帝在江都公元会兰巨法福江朝无故有写从长中而 下右座中建群属数十字前而死世皆无头兰亦胜恶 之鹅儿话及作乱兵将范碧帝文故为萧后约得非阿 还写其剑书记如此话及父令人捕兰兰时尚卧为其贼 既进兰经约是何人莫有报者兰有为帝令补之音 约照使且缓而不负国家贼于事业之皆而斩之极其 二子亦遇害兰境不知杀者为谁时年三十四 有一父子正道与萧后同入突厥处罗克韩号为随王中 国人末入北方者西配之以为部落已定相成处之即突厥灭 归于大唐寿园外散其侍郎 赵王搞小字继子年七岁以大业九年封赵王寻寿光 批至一千零四十 陆代腐败河南影从信淮南赵行将都太守事搞聪令美 荣一帝有所致慈父搞多能诵之信至孝常见地风动不尽 善稿意终日不时又消后九稿先请示住后不许之稿 弃请约后所服要皆蒙常之经九愿厅常住悲宴部 以后敬为其亭九游是由爱之后欲化及反稿在地策号 痛不已赔钱通使贼斩之于地前写监御服十年十二 使臣约元德太子雅信仅重有军人之量将年不用哀 灾王敏慧可称至不及远破怀交见故阳帝疏而寄之 心无父子之亲茂斩君臣之近身非击善国有余央至令照 及燕月皆不得其死悲夫 批至一千零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五 崔仲芳 崔仲芳自部柏林安平人也祖孝分位经周四十 傅宣由周小司徒仲芳少好读书有文武才干年十五周 太祖建儿之令与朱子痛就学时高祖义在其中由事与高 祖宗香款密后以明经为进宫与文护参军事寻转计事千丝 玉大夫与胡思珍柳明等同修礼律后以军攻受屏东将军 迎清光路大夫四绝时陈县南亦三百户十五帝应有灭之 至仲芳二时策地大齐之后与少内使兆分山定格事寻 从地宫靖州之雅江崔景松寝为内应仲芳与段文振等登臣 下之寿以同靖绝范阎后以行军长使从谭公王鬼秦城 将吴明彻与吕梁仲芳计策居多宣帝四位为少内使奉使 怀南而海 惠帝崩高祖为丞相与众芳相见握手及欢众芳一归 新燕其夜上便宜十八世高祖并加纳之又见众望有归因 劝高祖应天受命高祖从之即受禅上召众芳与高炯义政朔 福色是众方约靖为金行后卫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 沉暮的天之统又圣公载弹之初有赤光之锐车伏其身 并移用赤幼劝上除六官请依汉卫之旧上皆从之境 为上开府寻转私农少清静绝安顾县公令发丁三万余朔 批据一千零四十二 方陵五驻长城东至河西驻随周南至博出领年更期 百里明年上赴令众方发丁十五万余朔方以东元边险要驻 数十臣以恶湖口 丁赴坚去职位其起为国周四史上书论取臣之策约 陈锦岸静太康元年岁在庚子静五平无至今开黄六年 岁赐丙五和三百七载春秋宝甘图云王者三百年一 捐法今年三百之旗可谓被以臣氏草窃起于丙子制 金炳五又子五为冲阴阳之祭习赵有言约成专须 知足为水顾岁在火一灭又云周五王克商丰湖 宫满于臣至鲁昭公九年臣灾必造约岁五级火而 后臣王储克之储祝荣之后也为火正故覆灭臣臣 臣顺后顺臣专须虚虽太岁左行岁心右转火之岁臣足 在王务五之年归于运镜与济虽书考世无别皇朝无运 湘臣赶火得而王国浩为随与楚同分楚世火正无为 火卫为首身为时省有为大梁济周勤尽兆之 分若此分发兵将得岁之柱以金亮谷成灭不宜成为 五位身有并世术即丐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何况 主圣陈良兵强国父动直回新人神业弃成祭祖昏余上 明督于下险五百二之故众非九国之师下鬼因心上不能 力督此岛一而积天讨福度朝廷自有红魔但除饶所见祭 身赢绝今为虚武昌以下其和除方五海等周更贴 精兵密营度记忆信香金姬影等周塑造周极多 张行是围水战之巨属汉二江市其上流水路冲药壁 真知所贼虽于流头金门沿周公安八陵影机下手 其口盆尘至传然中巨汉口峡口以水战大绝弱贼必以 上流有军令经兵复原者下流诸将即需则变横度如雍众字 为上江水军骨行以前虽是九江五湖之险非得无以为故 批据1043 徒有三五百月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上览而大跃转机周次使征入朝众方应面成经略上 善之次以御袍库并砸采五百段禁卫开辅而遣之极大举 伐臣以众方为行军总管率兵与秦王会及陈平坐示免 为己众定后属载转会周总管时诸枪由卫兵附赵令众 方级之羽贼三十余战子组四陵望方设提干雕小 铁围山白南王若水等诸布西平赐奴币一百三十口金 三十金杂物称是 仁寿出寿代周总管在植树年被征入朝会上崩旱 王亮于党距旅周不下阳帝令周罗公之中流史醋乃令众 方代总其众月于拔之敬畏大将军拜明部尚书寻转礼部 尚书后三载座事免寻为国子继九转太长清朝廷以其 衰老出败上军太守卫己以母忧去执岁于其为姓兜太 手上表起海骨忧照许之寻足于家十年七十六子民寿 官制定陶岭 于众文兄凯从腹地 于众文字赐武剑平公义之兄子父十周大左府宴 国公众文少聪明条就学丹岳不倦其父之约词 而必兴吾宗已九岁长于云阳公见周太祖太祖问约文 而好读书书有何是众文对约资父是君忠孝而已 太祖圣皆探知其后就博士李祥授周一三里略通 大义及长替躺有大志气调英拔十号为名公子启家 为赵王属寻千安顾太守有任度两家各师牛后的义牛 两家聚任周俊九不能决一周掌时 韩伯俊约于安顾少聪 查可令决之众文对约此一解而于是令二家各区 牛群至乃放所任者遂向任是群中又应使人为伤其牛刃 是皆宛度加自若众文于是喝节度是度是服罪而去始周 批至1044 四史区突上于文护之也先作是下欲无感神者众文志 郡穷智遂禁其玉鼠中为之与约明断无双有余功不必 强玉有刺五位己真为玉镇下代福封严寿修郡公义三千 五百户数从真伐类熏寿以同三司宣帝实为东郡太守 高祖为陈相为炯作乱浅将谈让收河南之地副使人有 至众文众文具之炯怒其不同己前一同宇文威功之众文 迎击大破威众斩首五百余及已功受开辅炯又浅其将与 文咒度实际宇文威邹少自白马二道具竟赴公众文贼 事于圣人情大害郡仁人赫连森家静子哲律众印炯众文字 度不能知气妻子将六时于其开尘西门溃为而顿为贼 所追且战且行所从其战死者十七八众文景而免达于 经师炯于仕途其三子义女高祖剑之引入卧内为之下器 四采五百断金二百两敬畏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 给以鼓吹池传义洛阳发兵以讨坛让时为孝宽聚炯于永桥 众文义孝宽有所记忆时总管语文心颇有自疑之心 因为众文 约公心从经师来官职正义和如也未窘成不足凭正孔 侍宁之后更有藏公之律众文具心身便应为之约成 相宽人大度明时有于苟能结成必心无二众文在经三日 平见三善以此为官非寻常人也心约三善如何 众文约有成万敌者心从贼中来及令其地难敌赵目相取 从军讨贼此其有大度意也上市送千奉使勾减千元此别 求他最成相则之约入网者自可推求何须别仿以窥大 体词其不求仁思二也言及众文妻子未尝不删炫此其 有人心三也心自此岁安 众文君志便周知东尼物与炯江流子昂流玉德等相遇 竟疾破之君赐了低去梁郡七里让雍众数万众文以雷失 挑战让西众来据众文伟北让君颇交于是浅精兵左右意 批据1045 吉之大败让军升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进攻梁郡肿 守江流子宽气成顿走众文追及请斩数千人子宽景以身免 出众文在了低诸江街约君自远来是马匹必不可决 圣众文令三军去十列镇大战继而破贼诸江街请约 前兵匹不可交战境而克圣其继安在众文笑约五 所不将士皆山东人果于肃静不以持久成事即之所以致 圣诸江街以为非所及也禁击曹周炯所属赐使李仲康 吉上宜同房敬坛让以于众屯成五别江高市如以万人屯永昌 众文诈宜书周县约大将军至可多激素让为众文未能 促至方垂牛响是众文之其代选经其席之一日便至随 拔城五炯江席皮罗众十万屯于佩县江公徐周其妻子 在京香众文遣人诈为皮罗使者为京香臣主徐善敬约谈 让明日五十道京香将宣署宣令赏赐将士京香人为为姓 然皆喜众文简经兵为剑炯其致辈道而尽善尽望将众 文君且致以为谈让乃出营业众文职之遂取京香诸江 多劝图之众文曰此臣是皮罗起兵之所宽其妻子其 兵可自归如己图之彼望绝以众皆称善于是皮罗是众 来报官君众文被臣结证去军术里设服于马田中两政裁 和服兵发巨业柴鼓造成埃张天皮罗君大溃众文臣之 贼皆投诸水而死为之不留谈让剑宋经师河南西平 皮罗逆营阳人家指展之传手却下乐实际公术于寺上 入朝经师高祖引入卧内宴响及欢赐杂采迁于断祭 女识人拜祝国河南道大型台鼠高祖受禅步行为己 其书父太为一座事下狱众文义为力所部于狱中上书 曰 陈文春生下长天地平分之公子孝成成人伦不易之道 囊者为囧逆乱所在隐从承认处官和的居冲要长胆整割 事已必死窘时构成为大将军亦万户成不顾妻子不爱身 批据1046 命貌白任溃重为三男一女相继伦末披露肝胆持妇 却亭蒙陛陛下寿臣以高官伟臣以兵隔于十河南凶寇狼骨 痴张臣以雷兵八千扫除分昆摧流宽于梁郡破坛让余了 低平曹州赴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伯周围舔徐州 贼西匹十万之众一战土东河南以拒之徒应时堪定 群兄问鼎之计离原法主之臣臣第二书一仙在幽州总预演 照南陵群寇北汉矛头内外安抚的免罪立臣第五书制 见由黑水与王谦为林氏厄满邹正随属到臣兄以坐牧槐 南座至秦敌臣姬绞定传守经师王谦妾巨二将判换三 属臣第三书一寿圣庙庭行天讨自外父书兄弟皆文 武众计或贤命为难之见或侍卫钩成之策和门成款计有 可明福愿下弃孤之恩将云语之师追草妹之始禄涓滴之 公则含辉更然枯骨身肉不胜区区之志谨冒死已文 上揽表并一句是之 为己诏众文帅兵屯白狼赛已被胡明年拜行军元帅 统十二总管以及胡初福远正欲鲁破之斩首千余吉柳 处巨万纪于是从金河出白道遣总管新名警员康赫兰志 旅处断邪等二万人出圣乐道驱纳邪山至护军穿北雨炉 湘玉克寒见众文君荣素不战而退众文律经其五千余 山追之不及而还尚以上书文不凡杂利多间纪令众文刊 陆审中士其所发至圣多上加其名断后加劳赏烟上美忧 转运不给众文请爵位水开草渠尚然之始众文总其事 即法臣之意拜行军总管以周师自张山出汉口陈尹周刺史 寻法上鲁山城主弹法臣邓沙米等请将秦王俊接令众文以 兵纳之高智慧等作乱江南复以行军总管讨之时三军阀石 米宿永贵众文思跳军梁坐除明明年复官决帅兵屯马 亦以被狐数寻而罢 批至1047 晋王广以众文有将领之才美常属义至世奏之乃令督 晋王军府事后突厥范塞晋王为元帅以众文将前军打破 贼而还仍受出败太子又为绿阳帝即位签又一位大将军 参长文武选士从地讨徒途徒玉魂禁为光露代福圣见亲信辽 东之义众文帅君直乐浪道君赐乌古城众文捡雷马驴数千 至于君后继而绿众东过高出兵演习资众众众众文回击打 破之至压绿水高将以之文德诈祥来入其淫众文先奉 秘指若欲高原及文德者必请之之士文德来众文将之 之时尚书又臣留士为为辅使故指之众文岁舍文德循 毁浅人代文德约更有言亦可复来也文德不从岁 既众文选其渡水追之美战破贼文德以众文施约神策 纠天文妙算穷帝里战胜功继高之族愿云指众文达书 欲之文德稍诈而顿时语文术以良静欲还众文意以精锐追 文德可以有功术故指之众文怒约将军杖十万之众 不能破小贼何言以见地且众文此行也故无功以数英 立身约何以之无功众文约习周雅夫之为将也见 天子君荣不便此决在义人所以功成名遂经者人各其心 何以赴敌出帝以众文有记令诸君资秉节度故有此 言由释述等不得已而从之岁行东至洒水与文术以兵内 退归失岁败祭帝以属立诸江皆为罪于众文帝大怒事 诸江读戏众文众文优惠发并困赌方出之族愚家十年 六十八传汉书刊凡三十卷略篮三十卷有子九人 清明最知名 以字元五身长八尺每须每周大种载宇文护建而弃之 七以继女巡以赴勋赐决心也俊公义三千户受大都督迁 车骑大将军以同三司其后类以军功受上开辅力左右 公伯引周次使大象中以水军总管从为孝宽经略淮南以 批至一千零四十八 律开辅袁绍贵上以同毛猛等以周师自引口入淮城房主攀 生气乍而走近于孝宽宫拔受阳父引师为侠十手将许约句 而将以乃拜东广州刺史 为窘之反也时总管赵文表语以诉不协以将图之音我 阁内乍的心即位左右约我见两三人至我前者折大惊 即欲卓之不能自制也其有宾客后问者接令去左右以 见称为赌文表往后之令从者至大门而指文表读至以所 以迷然而起抽刀卓沙之音畅言约文表语为窘通谋所 以斩之其挥下无感动者时高祖以为窘未平律以赴身边 幻因而劳勉之即败吾州总管辰江前茂和绿数千人席江阳 以逆及走之臣父前将臣继周罗燕和尔等席以以拒之 而退次采数百段 高祖受缠文表弟义却称兄无罪上令案歧视太父斗斥 等意以死上以门者勋姬特元之贬为开辅后席绝燕国 公益万六千户循以及免开皇七年拜则周四十数年 免职促于家子世前四 自伯福复义士周围上驻国 幽州总管任国公高 祖为丞相为窘坐乱遣人又异议所其实 宋之长安高祖 圣岳及高祖受禅邑入朝上为之将踏握手及欢数日 拜为太尉遂于促世约目 少有弃干世周启家又世上世巡受以统领又与灵 千少虚复五帝十从王县迫失于洛阳以攻赐绝封宁县 紫义五百户循从地平家开辅改封离阳县攻一千二 百户受职方中代辅及宣第四位转右勋曹中代辅寻领又 中义高祖为丞相加上开辅及受禅敬为大将军拜汴周 赐使圣有能名上文而善之忧照包扬赐伯百匹寻加上 大将军静绝郡公传少周赐使在周数年圣有恩惠后检 批据一千零四十九 孝江陵总管周人张怨等数十人一阙上表情流上加叹 两九令海哨周父老乡贺寻千骆周赐使父为雄周赐使 并有惠镇以及真海经诗人受莫促于加世约尽有子制 本 段文镇 段文镇北海其原人也祖寿为苍周赐使父为周陶 和甘位四周赐使文镇少有履历胆气过人性刚殖民 达时误出为宇文护亲信护知其有干用着受中外府兵槽 后五帝公海昌王位相跪于靖州其雅江侯子清崔景松为内 印文镇仙帚帅 应文镇让朔登尘与崔仲坊等数十人先登文镇随景松志向 贵所拔配刀竭之相贵不敢动沉睡下地大喜赐物千断 竞拔文侯华股高碧三成皆有利焰即公并周倩东门而 入安德王颜踪距而出匠路前后勋将败高至以禅毁 浅英寿上以同次绝乡国县公益千户净平叶都有刺起 罗两千匹后从藤王游及鸡湖泊之丽乡州别驾扬州总管 常时入围天官都尚是从围校宽津略淮南 而而为炯作乱时文正老母妻子聚在夜城炯浅人又知 文正不顾归于高祖高祖尹为丞相院领宿为票其司马骁 南之奔臣也高祖令文正安及淮南海除卫为少清间内时事 狼巡以行军常使从达西镇讨判满平之家上开辅岁于 千红卢亲为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正为常使作薰步不实免官 后为十和二周次使胜有威会千兰州总管改封港县宫 突厥范塞以行军总管及破支竹北至居延塞而还九年大 举发成以文正为元帅秦王司马别领行军总管及平江南 寿阳州总管司马巡转并州总管司马以母忧去职位几起 令世事故此不许后属年拜云州总管寻为太扑清十九 年突厥范塞文正以行军总管拒之欲达头克汗于我野吉 批至一千零五十 破支文正先宇王司机有救出文正北征士机以以陀马 比海士机以罪被诸文正作与交官公遂不露明年律众 出灵州到以备狐无鲁而还阅袭满判文正及平之次奴婢 二百口人寿出家周辽作乱文正以行军总管讨之引军出 古兼为贼所席前后祖贤不得相救军遂大败文正复收 散兵及其不意境破之文正信速刚直魔所降下出军 四亿周夜属王秀帽不恭秀圣贤之吉此奏文正师徒 丧拜佑菩舍苏微宇文正有戏因而赠之作事除名及秀废 处文正上表自申理高祖魏御之寿大将军寻拜灵州总管 阳帝即位真为兵部尚书代玉慎重从征土玉魂文正 都兵屯雪山连营三百余里东接洋溢成西连张寿和为魂 主于傅元川以恭敬畏又光陆代辅地姓江都以文正行江都 郡是文正建高祖时荣纳突厥起名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赏赐 众吉大业出恩泽弥后文正以郎子也心孔为国患乃 上表约成文古者远不渐进一步乱华周宣外壤容敌情 地驻成万里盖远图梁算福可望也窃见国家荣寿起名资 其兵使甲以帝力如成于季妾又为安和则以敌之性 无倾而贪弱则归头强则反是盖其本心也成学非博览 不能远见且文静潮流要良代侯景静世之厌重所供之 以成量之必为国患如成之计以食欲潜令出塞外燃后 明社丰厚原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岁之长测野石兵 曹狼胡思镇专长兵士文镇之镇显宝不可谓以机要屡言于 弟弟并服那 吉辽东之义受佐后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道极堵上 表约成以雍为信逢盛世烂蒙奖着荣棺材武而智慧 无取刀窃以多颜念国恩用望请时长思笑其名费以报 万分而涉养乖方及换岁赌报此生愧永归全壤不胜于 批据一千零五十一 恨清晨管血窃见辽东小丑未浮衍行远将六师清劳晚 承诞一笛多诈身须防拟口成将款心怀背叛鬼扶多端 雾得便受水疗方将不可淹持为怨言乐诸君心迟速发 水陆距前出其不易则平壤孤成是可拔也若清其本根 于臣自克如不时定托玉丘陵身为尖祖兵梁又劫强敌 在前袜科出后迟疑不绝非上侧也后属日足于师 帝审表碑探九之赠光路代福尚书又蒲舍北平侯士曰 香、刺悟一千段、素两千十、威夷鼓吹、宋至目所有子十人 长子全官至五牙狼将刺轮少以侠气文文阵地文操 大业中为五奔狼将信圣刚言帝令都秘书审学士时学士 颇存如雅文操者鞭榻之前后或至千数十亿者比之 使臣约众方兼资文武雅有仇算罚臣之策信为深远 以身机克举夫企图严栽众文博社书记以音略自诩位 囧之乱岁立功名字资绝后屡推古辽东之一时丧失 图斯乃大树将颠盖亦非占人之罪也文正少以胆略见重 中怀壮夫之志时尽党言平称量值其取高位后质量有矣 也 批据一千零五十二 列传第二十六 宇文树云定兴 宇文树自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性破野头一数鲜卑 四斗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是赴盛周上驻国树少骁瑞辩 宫马年十亿时有乡者为树约公子善自爱后为吉人 陈州五帝时以赴军公起家败开辅述姓公井省密州 大种载于文护圣爱之以本官领护清姓及地清总万机兆为 左宫薄类千因果中代辅四爵薄陵俊公寻改封蒲扑羊俊公 高祖为陈相为炯作乱香周术以行军总管律不齐三千 从为孝宽秦至军至何阳炯前将李俊公怀周树别及郡军 破之又宇珠将即位敦于永桥树先锋县政府国慎重评委 炯美战有功超败上驻国境绝包国公赐歼三千匹开黄 初败又为大将军平臣之义父以行军总管律众三万自六 何而继时韩秦赫若必两军去丹阳树竞聚石头以为申源 陈主继秦儿萧萧严聚东吴之地雍兵聚首数领行军总 管缘弃契张莫延等讨之水路间静落从宫燕荣以周诗字海志 易寿数捷渡上下赵约公鸿熏大叶明高望重奉国之臣 九所知兮精灵之寇既以清荡而无惠之地东路为遥霄 延霄并在其处宫绿江戎吕府为比方镇阳国威宣 不朝话以功名略成圣而往风行殿扫字姬服弱实干 歌不用离树安方复正怀公之力也成永兴侯成军反 批据1053 自靖陵奔并军和事件树军且致距立诈于靖陵城东 幼绝堂道流兵巨树自一心入太湖土掩树后树竟破旗 炸回兵及大败之斩司马曹勒插前军赴吾州 以于重宝包山燕荣及破之树竟致奉公代消炎成军犯等 以会激请将树许之二人面赴陆左吴会西平以公败义子 开辅赐悟三千段拜安州总管 时靖王广镇扬州圣善于树玉树竟己应奏为寿州赐使 总管王时应有夺宗之志请济于树树约皇太子师爱义 九令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树经将领 身有大公主上之于内公所中爱四海之望时归于大王 然费力者国家之大事处仁父子骨肉之间成非一谋也然 能以主上者为阳素尔素之谋者为其帝约树雅之约请 朝经师与约相见共图费力竞王大约多金宝兹树 入关树树请约圣尘气丸与之憨畅音儿共博美阳不慎 所经宝敬书之约所得计多稍一谢树树英约此竞王 之次令树与公为欢乐而约大金约何为者树英约 王身一约然其说退言于树树一从之于世树美与树谋事 竞王与树请好意秘命树子是及上南阳公主前后赏赐不可胜 既及竞王为皇太子以树为左卫律就令律官第四品上 以树树贵遂境律品为第三其见重如此 阳帝四位拜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大业三年加开 辅仪同三司美东镇朝会者给鼓吹一步从信于林时铁勒 弃毕戈仁公拜土玉魂齐步携散碎浅使请将求救地令树矣 兵团西平之灵枪成辅那祥复土玉魂剑树雍强兵具不敢将 遂西顿树岭羊狼将梁园里张俊崔施等锥之至慢投尘 攻拔之斩三千余及陈胜至赤水尘复拔之其余走囤丘 泥川树禁机大破之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前后 批至一千零五十四 鲁男女四千口儿还混主男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地大月明 年从地西兴巡至金山登燕之树美为赤后十魂贼复寇 张叶静机走之海至江都攻赤树与苏薇常点选举参与朝 镇树时贵众委任与苏薇等其亲爱则过之地所得远方共 及四十口味则剑般刺终时相望于道树善于供奉抚养 则炫荣指辩辟苏薇者取则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装饰 皆出仁义表述以其服务进攻耶犹是地迷月焉石树柜 姓炎无不从事清朝廷左卫将军张景与树联官场有评议 偶不重义数张目赤之景黄巨儿走文五百辽莫感为五然 姓贪比之人有真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甲吉隆又诸胡子 帝树皆皆以恩义乎之为儿游士进加溃以金宝累积后 亭业裸起者数百家同千余人皆控两马被扶金玉树之宠 玉石墨语为比 吉珍高树为福于道君将临发地位数曰礼期 使者行义以妇人从公以以家累自随古称妇人步入君卫龄 战时尔至于银垒之间魔所商也向吉于积及其故事 树与九君致压绿水梁静亦预班师珠江多同树又不测 第一会以之文德来一起迎树先语于众文具奉秘指令又直 文德继而缓纵文德陶归雨在众文传树内不自安 遂与珠江渡水追之时文德见树均中多积色玉皮树重美豆 遍北树一日之中七战皆捷继世纣胜又内逼群亦于嗜碎 近冬季萨水去平壤成三十里因杉为盈文德附浅时为将 请树约若炫师者凤高原朝行在所树见氏族疲毙 不可复战又平壤显故促难至利岁因其诈而还中半计 贼级后军于世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继一日一夜孩制 压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出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孩制 辽东成为二千七百人地大怒以树等属立至东都除名 批至一千零五十五 唯明明年帝有事辽东复述官决呆之如初从至辽东 与将军阳亦臣率兵赴灵压绿水会阳玄感作乱地赵树班师 令持义附和阳发朱俊兵以讨玄感时玄感逼东都闻树军将 智据而西顿江图关中树与刑部上书为选左御卫将军来 护而五卫将军驱突通等涅之至闻襄黄天元与玄感相及 术与来护而列镇其浅浅驱突通以其兵及其后大破之随 展玄感传手行在所赐物数千段赴从东征至怀远而骸 突厥之为燕门帝巨树请溃为而出凡子盖固见不可 帝乃指即为解车架似太原意者多劝帝还经诗帝有南色 树英奏约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变道向洛阳自同官而入渴 也帝从之事岁至东都树又官妄帝一劝信江都帝 大岳树于江都御集中始相妄帝将清陵世之群臣苦见乃 指岁浅司公卫世问树约必有不惠欲何所言树二子 华吉至极时并得罪于家树英奏约华吉臣之长子早 欲翻底愿陛下哀怜之地闻绚然约无不忘也吉 轰帝为之废朝赠司徒上书令石郡太守班见四十人 晕金车前后步鼓吹是约公帝令门侍郎陪举计以太劳 红卢监护桑氏子化级别有传 云定心者父会于述出定心女为皇太子永招训即永 废除名配少辅定心先的招训明珠落障思路于数字世数 共交由定心美食节必有路一并以音乐干束束束好者祈福 炫耀时人定心为至马尖于后脚上缺方三寸以漏白色事 轻薄者真放学之位为许宫缺事又欲天寒定心约入内 宿为碧尔冷树约然乃至夹头金令申帕尔 又学之名为许宫帕氏数大跃约云凶所作必能辨俗 我闻做事可法故不须也后地将是四仪大造兵器数件 之因赤少辅工匠并取其节度数欲为之求官位定心约 批据一千零五十六 凶所致气障并合上心 而不得官者为常宁兄弟犹未死而 定心约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术 应奏约防灵珠 子年并成立经御动兵征讨若将从架则手掌为难若留 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帝从之因正纱长 宁幼浅以下七帝分配领表人浅兼使于陆境纱之五年大 岳军十帝称甲仗为加数奏约并云定心之功也着手 少府陈征循带何仇为少奸转位为少青千左御为将军人之 少府是十一年寿左屯为大将军 凡数所见达皆至大观照行书以太常乐护家才一计 数位为兄多寿其会称其消永起家为辙冲廊江 郭衍 郭衍自艳闻自云太原界修人也赴以设人从未武帝入 观其后观至世中衍少骁武善其设周臣王纯尹为左右 泪迁大都督时世未平衍奉照于天水墓人以正东径的 乐喜迁于家屯于陕城败使持劫车其大将军一同三思 美有寇至哲律所领域之一岁数告解颇为人所诞亡亦 亲任之见得中周五帝出信云阳眼朝于行所时亦欲罚 演请为前锋公和英臣授以同大将军五帝为靖州律兵 来源令眼从城王守千里靖又从五帝与主大战于靖州追 师至高必败之人从平并州以公家寿开府封武强献功 一一千二百户赐姓赤罗氏宣正元年为幼中军雄渠中大夫 为炯之其逆从为孝宽战于武至近战于湘州仙世炯 浅帝子秦为清州总管律清之众来驻炯炯败秦与炯子 敦又等于东奔清州演将经其一千追破之之又于正秦遂 顿走而敦一桃一眼至季州入聚其成又及其余党于季北 类战破之直送经师超寿上驻国风武山郡公赏雾七千段 密劝高祖沙周氏诸王早行禅代游世代被轻易开黄元年 批至一千零五十七 赤父旧姓为郭氏突厥范赛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梁 数岁鲁步入征为开曹渠大肩步绿水工凿渠引魏水晶 大新城北东至于铜关曹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约赴 明渠五年寿营周次始域丘陵大水旗属县多飘梅明街 上高数一大家眼清被传罚并两拯救之名多计 眼先开仓阵序后始文奏上大善之选寿朔州总管所不有 横安镇北街翻进长老转运远乃选沃饶的至屯田岁盛 宿万余十名免转书之劳幼住桑甘镇街称指十年从境 王广出镇扬州玉江表购逆命远为总管领精锐万人仙屯经 口于贵州南与贼战败之声秦魁帅大州及两处已冲 军使乃讨东阳勇家宣承依涉识诸栋敬平之寿蒋州 四时 眼灵下盛巨市上奸产敬王爱逆之燕赐龙后千鸿州 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眼心腹浅与文术以情告之眼大喜 约若所谋是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邪亦须拒怀海 父良臣之旧父君九克其如我贺王应照眼应共计议 又恐人以无故来往脱以眼妻幻影王妃消逝有数能之矣 壮奏高祖高祖听眼共七象将都往来无度眼又诈称贵州里 反王乃奏眼行冰桃之游是大修甲仗阴阳士族即王入围 太子征寿左肩门律转左宗位律高祖于仁寿宫将大建太 子宇阳宿角兆令眼宇文术领东宫兵铁上台宿为门禁并 游之急上奔汉王其逆而经师空虚使眼持海总兵居首 大业元年拜左五位大将军帝信将都令眼统左军改寿光 陆大夫又从讨土玉魂出金山道那将二万余护眼能揣上 一阿余顺子帝每位人约为有锅眼心雨震痛又长 劝帝取乐五日一世事无的孝高祖空自取劳帝从之一称 其孝顺出新令行眼封绝从立除六年以恩信封针定侯 批据一千零五十八 七年从网将都促赠左卫大将军奉赐圣后誓约相长 子真五牙郎将赐子四本校昌宪令 使臣约减减匪公为臣之高结合而不同是君之常道 宇文树郭眼以水济水如之如为便辟足公柔眼取悦君 所谓可一约可燕君所谓不一约不燕磨所是非不能轻 众莫莫苟荣偷安高位甘肃餐之则受笔己之姬此故君 自所谓不为一丘明之身池也 批据一千零五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自子相自云太原近阳人也是居金赵祖邪园 周次使父亮早促少幼儿方亚颇好奇结有识者之 在周类以军功官制车其大将军一同三司赴转军政无地计 拔进周一御班师韶剑约师济刚于资磊是天讲王 是一战而二其侯家以主婚于上名聚于下取乱无王阵 在今日方御是之而去已成于故身所谓解怨陛下图之 帝大跃次间一百匹及平氏以公敬魏开辅封禁阳县 公义五百户次口马杂处以万计千内始终代辅宣帝即位 拜封周次使改封昌乐县公高祖寿禅绝向陈俊公义儿 千户转临周次使家卫大将军 静王广之镇并周也除行台幼仆设次采五百匹骚信纲 直望圣诞之美式咨询不至为于法度骚长凤使简行长城 其后王川持起三山骚记还自所而见王谢儿霸之高祖文 而家探次金白两并后宫四人平成之义以本官为元帅府 司马帅师去和阳宇大军会计致受阳宇高炯之度军机 摩索雍至吉克金陵韶及震燕王广班师留韶于石头房 二伟以后世几岁于真海高祖为公卿约静王以幼稚 初翻岁能克平吴岳随静江湖子相之力也于世敬畏 诸国赐奴婢三百口年卷五千段 批据一千零六十 开皇十一年上姓并周以其称职特加劳免其后尚 为韶约自正至此功虚并见白无乃忧劳所致住时致望 唯在于公努力免之韶慈谢约臣彼衰目书不解作官 仁高祖约是何意也不解则是未用心而韶对约 臣席在婚季有且用心旷逢明胜 敢不庆节但神话经为 非奴俭所代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于云晚比于习昏旺 又多其敢自宽以宿生类恐以衰目睽吻朝纲而上劳 而遣之秦王俊为并周总管人为长十岁于迟一入京 劳碧而促时年六十八高祖圣商席之位秦王使者曰语 尔王我前令子乡缓来如何乃浅迟一杀我子乡岂不由辱 邪言圣七创始有思维之力宅曰网者何用宅为旦 亦表我身心而又曰子乡受我违继时有余年终时不 亦宠章未及舍我而死忽发言流涕因令取子乡封世述 诗旨传世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必亦甚多五美批循 魏常世守阳帝即位追赠司徒尚书令令兵等十周刺史 魏国公子世龙四 世龙略之书记游辩公马慷慨有赋封大业之士颇见 轻重官至辈申将军改封耿宫树令讨吉山贼往往有劫 岳望动称帝是龙绿树千兵自江淮而至慧王室冲建好胜 李仲之属尚书又蒲舍是龙幽愤居发辈簇 原言 原言自军山河南洛阳人也赴珍魏夫周刺史言好 读书不至张巨刚耿有气局已明洁自许少于渤海高窘 太原王韶同志友善是周氏贺宣威将军武奔给世大总载 宇文护建而弃之以为中外济世类千内始终代辅昌国献博 宣帝四位为政婚报经兆郡臣乐运乃于称义朝堂臣帝八师 严慎切至帝大怒江陆之朝臣皆恐惧莫有救者言为人 批至一千零六十一 约赃宏同日尚可惧死其旷彼干忽若乐运不免无将 与之巨必一格请建言于帝约乐运之书奏必死所以 不顾生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臣其名落其数 内尔不如劳而浅之以广盛度运免后帝将诸乌丸 鬼言不肯属兆欲正言之一切剑不入言禁忌之脱金顿嗓 三败三禁帝约乳欲党乌丸鬼邪言约成非鬼 正恐烂诸师天下之望帝怒使烟树薄其面碎废于家 高祖为陈相家为开府名部中代府及受禅败兵部上 书竟绝平昌郡公益两千户言信严重名达事物美有奏 一坎然阵色亭正面折磨所回避上及公卿接近淡之 十高祖出即为美臣周代诸侯为弱以致灭亡游是分王诸子 全谋王氏已为磐石之故遣静王广正并周属王秀正一周 二王年并幼幼至于是圣选真良有众望者为之了 左于十言与王 韶具以古耿之名物一称二人才具谋于高炯游是败言为一周 总管常使稍微河北到横台又仆设高祖为之约公宰相大 弃今屈服我而如曹参相之意也即言到官法令民宿 立名称燕属王姓好奢侈长欲取了口以为燕人又欲生否死 求取胆为要言皆不奉教排阁切剑王者谢而止但言为 人美寻法度属终欲送言所才断莫不悦服其有得罪者 相为约平昌公语无罪无贺愿焉上圣家之赏赐优恰 十三年促官上道喜九之一周父老莫不允替于金丝之 言促之后属王进行其至剑至非法造魂天一丝难车记 礼古凡所被俘拟于天子又共飞出以谈但人多不删 了以冲患者了左无能见止急秀得罪上约缘言若在 无而其有事忽子红似势力给侍郎司朝业者北平通手 流行本 流行本配人也复归是良力直清显行本起家武林 批据1062 国常事欲萧修以梁州北赴岁与叔父同归于州欲居金兆 知心丰美以讽读为世经历望皮虽衣时罚绝艳如也信 刚列有不可夺之至周大总载宇文护影为中外府济世无敌 清总万机转玉镇中世兼领起居住类千长朝夏大夫周代 故事天子凌宣掌朝点彼艳池智玉作则成玉代赴取以境 知己行本为掌朝将近彼于帝成玉父玉取之行本抗生畏 成玉约彼不可得帝经事问之行本言于帝约成文 设官分之各有私存成即不得配成玉刀成玉一焉得取成笔 帝约然因令二私各行所执及宣帝四位多师德 行本切剑五指出为和内太守 高祖为丞相为炯作乱进攻淮州行本律立明具之败 以同次绝闻安宪子及剑作真败建议大夫剑孝智书试语 使为几千门侍郎上常怒一郎于殿前吃之行本禁约 此人肃清其过幼小院陛下少宽甲之上不顾行本 于是镇上前约陛下不以臣不孝智臣左右臣言若是 陛下安德不听臣言若非致之于礼仪民国法起的清臣 而不顾也臣所言非思应致护于的而退上脸容谢之碎 原所吃者于时天下大同寺一类负行本已向羌蜜而风语 最为后福上表和其使者曰成文南蛮尊孝未知统兮玉养 兜户之威彼见西枪属窃苟道不父不子无君无尘类书 方于思维下不物积迷之会聚之涵养之恩郎立为兴毒 乖镇朔使人尽致请妇推科上其旗致燕雍周别嫁元兆 言于上约有一周历受人愧前三百文一律和账一百然 臣下车之使与其为约此利固为请家徒一年行本驳之 约律令之行并发明照与明约束经照乃敢众其叫命 轻忽献献章欲申己言之必行望朝廷之大姓亏法取威非人 臣之礼上家之赐卷百匹 批据一千零六十三 在植树年拜太子左树子领志书如故皇太子须经浸淡 石唐令则亦为左树子太子逆侠之美领以贤歌教内人行本 则之约束子区太子以正道和有必逆房为之间灾令 则盛残而不能改时配国留真平原明刻让魏俊禄爽并以文 学为太子所倾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位三人约亲等正解 读书尔时左卫律长时下侯服为太子所逆长于阁内与太子 细服大笑声闻于外行本时在阁下文之呆其出行本术 知曰殿下宽容赐乳颜色乳鹤恶物小人敢为谢慢音 复执法者至之术日太子为伏至请乃是之太子长的两码 令伏承而观之太子圣月应御令行本复承之行本不从政 色而静约至尊至臣于数子之位者欲令辅导殿下以正道 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残而指父以本官领大兴令权贵 但其方直无敢至门者由是请脱路绝法令清简利明怀之 为己促官上圣伤席之及太子费上约皆忽若始留 行本在永不及于此无子 凉皮 凉皮自井河安定乌世人也祖月未经欲落三周 次使河阳县公赴茂舟苍掩二周次使皮信刚俭颇有 学舍周五第十举名精类千步县下代辅平之以以皮 为行军总管长史克并周皮有力焉除为别嫁加加一同三司 宣正中丰义阳县紫义四百户千五藏代辅高祖寿禅 绝为侯开皇初至玉使官朝廷以皮耿正败至书士玉使 名为趁直循转大新令千雍周暂至皮记出现私附点经义 直到而行魔所回避颇失权贵新游释出为西宁周次使改 丰寒丹县侯在周十一年先是满以酋长皆福金冠以经多 这为豪郁君由此地相邻夺美巡干戈边境略无宁碎皮换之 后因诸酋长相律以经以皮于是至今作策对之痛哭而未之曰 批据一千零六十四 此物积不可食寒不可依如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经 将此来欲杀我协议无所纳稀以孩之于是满以感悟 遂不相攻及高祖文而善之真为散其尝试大理清处法平 允时入称之遂于敬畏上开服 疲见左仆设阳素贵宠善全百辽震慑孔为国幻音上风 是约成文成无有座微福成之座微福其害忽而家凶忽 而国妾见左仆设阅国公宿性欲越重权是日龙敬深之 图属其是听武艺者言双下灵阿指者高与东树荣枯有其 沉稳费心后其指挥所思皆非中党所敬贤是亲戚子弟部 列间周连线天下无事荣习图四海烧于必为祸时 夫间臣善命有见而来往莽兹之于基年环玄积之于义士 而促田汉寺中清静坐祭孙专鲁田是窜接载典告非 诚意说陛下若以肃为阿恒成恐其心未必依隐也福愿窥见 古经量为外至比鸿基永固律徒信圣侵犯天言福听福 经执高祖大怒命有私禁止亲自劫之皮及言约素 既善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幼太子及属王罪 废之日百辽无不正耸为素羊眉分肘喜剑容色利国家有 试以为生性疲发炎减减有成量之节高祖无以屈也乃 试之素自此恩宠剑衰弹素刃即隆众多所折错时朝事 无不设服莫有敢于相是非瓷器不挠者读皮与柳玉及上书 又成礼刚而以后上部副专尾于素盖油茶皮之言也 阳帝即位千行部上书并设遇史大夫是奏合与文述斯 义部兵帝义免恕罪皮顾正因五止碎令张恒代为大夫 皮幼份数月而促地令利不上书牛红调之赠间五百匹 子敬真大业之事为大理斯直时地域成光路代夫于拒 罗之罪令尽直至其欲碎西指献之即行为己敬真有疾 见据罗为之利数日而死 批据1065 六欲 柳玉自幼文和东解人也七世祖卓随进南迁玉居 襄阳父重礼为梁江败归周富家本土玉少号学婆社 经史周大总载于文护引为中外府济世久而出为宁州总管院 五帝清总万机遇一却求是帝之以为司五中事转正令 平之后帝大赏从官流经者不欲遇上表曰金太平告 史信赏账宝秧民仲勤报务仙有本土城破亦出自圣归 斩江迁其必由神略若富哥换甲征和徐劳置于政府国家 素未为重巨并成算非专辑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皇太 子以下时有守宗庙之功习霄和留守毛土仙于平阳目之 居中眉后游蒙幽测不胜管剑凤表以文于是留守并佳 泛吉 高祖寿禅类千尚书于布侍郎以母幽去职位己起为 屯田侍郎故让府许时至三品以上门接列几座菩舍高窘 子洪得封印国公申迭请己欲判约菩舍之子更不拘 傅之己说以列门外尊有压悲之义子有必傅之礼其容外门 既设内何又诗世竟不行窘文而探福后迁至书士御史 朝政色胜为百辽之所尽但尚加其性职位预约大帐 傅立明于是吴荣荣而以此前十万米百石 于十次使多任武将类不称职遇上表约方惊天下态 平四海亲密共治百姓须任其财席汉光武一代明哲起 自不一被知情委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及定天下及功臣之后 摩索执任福建赵书以上驻国和干子为起周次使其人年锤 八十中名漏进前任赵周岸于植物镇由群小会陆公行 百姓欲皆歌摇满道乃云老何不早杀于种会良田 古人有云根问奴之问必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 公马武用是其所长至名利直非其所解至尊私至无望 批据一千零六十六 请兴如畏忧老少年自可后赐金薄若令赐举所损书大 臣死而后已赶不结成上善之干子敬免有应周次使堂 君民居母丧取雍周掌使库迪士文之从妇媚玉和之曰 承闻天帝之未继分夫妇之理思者 君卿之意申焉尊卑之教 幽舍是以孝为行本理时生机自国行家律游私道窃矣 爱敬之情因心至切丧妓之众人伦所先君民钻碎虽改 再闻无便呼取劳之痛臣燕耳之清茂此居虽命彼于敌 不亦不逆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遗失人欲其传死事 闻赞悟神周明卫通显整风教四方式则弃二性之重品 为六礼之鬼已请禁故终身已成风俗二人静坐得罪随 成桑乱之后风俗颓坏欲多所矫正上圣家之幼见尚情愚 听受百聊奏请多有凡岁音上书见约成文自古圣地 莫过唐鱼相的则天不正师化不为从所示为清明语 约天和颜灾四时行焉故之人均出令戒在凡树市 以顺任武尘尔姚资四月设官分之各有私存垂拱无为天 下义至所谓劳于求贤亦于认时又云天子木木诸侯 黄黄此言君臣上下体才有别比见四海一家万机物广 事无大小贤观圣听陛下留心至道无但疲劳易游群观聚 最不能自觉取叛天子文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 给轻为之物一日之内愁打百思至乃日干望时夜分为请 动以文不忧劳圣公福愿私承至言少减凡物以以神为义 以养性为怀思武王安乐之意念文王秦幽之礼若其经国大 是非臣下才断者福愿详绝自于系物则成所思则圣体 竟无将之寿臣下蒙富玉之赐也上懒而加之后以武之勉 为己赴令逝世应为玉约无改而心以其家平赤友 思维之住宅因约柳玉正直是国之宝也其见众如此 又蒲舍阳素图显贵百辽舍但无感无者常亦少钱 批据一千零六十七 赤诵南台素是贵座玉床玉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 护诊荣卫素曰奉赤至公之最素巨下玉巨案而坐立 素于庭辩结是状素由是贤之玉十方为尚所信任故宿卫 有以终之 遇见近代以来都以百姓美至正月十五日坐脚底之戏 地乡夸境至于弥废财力上奏请静觉之约成文习者明 王迅明治国律旅法度动有理点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 路不同男女有别方其邪辟纳诸鬼度窃见经一元即外 周美以正月望夜冲街赛莫巨系朋友鸣鼓锅天聊巨照 得人待面男为女服唱忧杂技鬼状行以慧慢为欢 于用笔屑为孝乐内外共官层不相避高棚跨路广木林 云炫浮浮量装车马田耶摇许四成私竹繁慧劫之破 尽此衣食尽是并奴无问贵贱男女混杂资素不分会行 因此而生到贼游私而起尽以成俗时有游来应循必封 曾无先诀非异于化石损于民请搬行天下并极尽断康 在亚宋祖美圣得知形容古副行歌字表无为之志 乐感有犯者请以故为赤论照可其奏誓岁迟节寻审 河北五十二周奏勉长立赃乌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周献肃然 墨布证据上家之次卷布二百匹沾三十领拜一同三思 遂于家园外散其尝试制书如故人寿出复持节寻审太原 到十九周及还次卷百五十匹 欲长的柏林李文博所传至道及时卷属王秀遣人求之 欲诵之于秀秀父赐欲奴婢时口及秀得罪阳宿奏欲以内成 交通诸侯除名为名配树怀远阵行达高阳有赵真还志 静阳直汉王亮作乱遣史池赵欲将与济世欲为史所逼 初步之量反将入尘而量反行以漏欲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 识字称为赌量怒求之极量拜阳宿奏欲心怀两端以 批据1068 后世便便既虽不返兴时同意作喜敦煌阳宿奏后乃自身 礼有赵真还经诗促于道友子少为戒修令 赵错 赵错和东人也姓志直刚毅在周初为天官府使一功 警克勤着授下官府下是稍以明干剑之类转内始终是父 兼去之哀悔鼓励是称其孝既免丧又为长教中士高祖 为丞相知其清阵营为陆室参军寻千长朝代府从行军总 管事云辉及判满以公拜以同刺悟千段高祖寿禅寿大礼 陈处法平允考记连罪转大礼正寻千尚书都官侍郎位 几转刑部侍郎智良试验等遇刺悟三百段奴婢十口马耳 十匹美有奏验正色侃然上家之剑剑青虫上已到贼部 当众其法触境见曰陛下行遥顺之道多存宽佑 旷律者天下之大幸其可施呼上欣然那之因为触曰 若更有文件 一数臣之也千大礼少清故臣将消磨喝其 子势略在江南作乱磨喝从座上曰势略年未二十亿 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而应设磨喝错故剑部 可尚不能夺欲错去而设之故命错退时错曰成奏欲 未绝不敢退朝上曰大礼其为震特设磨喝也应命 左右是之行部是狼心弹常依非依君俗云立于关上以为 燕谷将斩之错曰据法不死臣不敢奉照上怒胜 为错曰清袭心弹而不自喜也命左仆设高炯将错斩之 错曰曰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心弹至朝堂解一斩 上使人为错曰靖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 上服依而入良久乃是知名日谢错劳免之次悟三百 断时上进行恶前有二人在世以恶前一好者五后之以闻 上令西斩之错禁见曰此人作杖杀之非法上曰 不关清是错曰陛下不已成于暗志在法司欲望杀 批据1069 人起的不关成是上曰汉大墓不动者退对曰 成望敢天心和论动墓上赴曰 错跟者热则致之 天子之威欲相挫也挫败而亦前喝之不肯退上岁路 智书是欲使柳欲赴上奏切剑上乃指上已挫有成直之心美 引入河中或欲上与皇后同踏及呼挫作评论得失前后赏 四万记其后禁为开辅赴其父为蔡周刺史时和东靴咒为大 礼清据名平树然咒断欲以秦而挫手法据为称直上美 为挫约正于亲摩所爱惜但亲骨香不贵而仍受忠促 官时年六十三上为之流涕中使调记红炉监护桑室友 二子圆方圆袭 裴宿 裴宿自神丰和东文喜人也附辖周明布大夫宿少 刚正有局度少与安定良皮同志友善是周是贺给是中是 内千玉镇下大夫以行军常使从为孝宽 真怀难属高祖为成相 素文而探约五帝以雄才定六合坟土为干而一朝千格 起天道于高祖文之圣不悦由是废于家开皇五年寿 善布侍郎后二岁千朔周总管常使转备周长使具有能名 仁寿忠宿建皇太子永属王秀佐蒲舍高炯具费处浅时尚 书曰成文士君之道有犯无隐于情所怀感不闻奏切 见高炯以天亭良才元勋佐命陛下光宠亦以幽龙但鬼看 高明氏私君侧目求其长短者其可胜道灾院陛下陆旗 大公望其小过程又闻之古先圣地教而不诸陛下致辞 度月前圣二数人得罪以九宁无格心愿陛下红君父之辞 故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千善见更增益如 或不圈扁消非晚经者自新之路永绝溃毁之心莫见起步 哀哉书奏尚未阳素约陪素忧我家世此意至尘也 于是真宿入朝皇太子文之为左数子张恒约使永自新 批至一千零七十 欲何为也恒约观素之意欲令如吴太伯和东海王尔 皇太子圣不悦请之宿至今师见上于韩章殿上位素约 吴贵为天子父有四海后宠宠信不过数人自永以下 并皆同母妃为增爱亲世费力因言永不可复收之意计 而霸遣之位己上崩扬第四位不得调者九之素一度门 不出后执政者已领表荒辖岁息只受素永平俊成圣的名仪 新岁于促十年六十二以辽思之为立妙于张江之谱 有子尚贤 使臣约蒙之处山林离或为之不采政臣之立朝廷 奸邪为之者谋皆至在北宫一行于色起为钢纪由其隆体 异议设计系已存亡者也尽属二王帝之爱子善已全宠 莫居县令求其公诉不亦难呼源言王韶韧比香柄 见言但莫敢为非减恶之风有俗称已形本正色于防陵 凉皮抗言于阳素之此梗气凌烟可想照错之居大理凌云 无冤柳欲之处县台奸邪自肃然不畏强欲凉皮其有烟 邦之司执行本流欲进之以赔宿朝不作宴不欲中成康 凯范武陵固之离父幽宗周之王处女卑太子之少非图 与野方诸前载有言转之风烟 PG1071 列传第28 凡子盖 凡子盖自华宗卢将人也祖道则梁月周刺史妇儒 侯景之乱奔于官智仁周刺史子盖解贺五星王行参军出 为圣县令东辱北城二郡太守援外散其常世丰富阳县侯 亦五百户周五帝平寿以同三司至尹周刺史高祖寿禅 以依同领乡兵后除葱阳太守平臣之义以公加上开覆改 封上蔡献博十亿七百户赐物三千段肃九千湖百城周刺 使额转松周刺史母忧去职位及其寿周刺史故让 不许其年转循周总管许以便宜从事十八年入朝奏岭 南帝图刺以两马杂物加统四周令还任所浅光路少清流 简之鉴于坝上 阳帝即位珍海经师转梁州刺史子盖严于帝约臣 义居领表示载于资全马之情不慎恋恋怜怨驱走却停晚 死无恨帝赐物三百段位欲遣之寿迎清光路代夫五威 太守以善政文大业三年入朝地影之内殿特蒙包美乃 下诏约社官之道必在用贤安人之术莫如善政 吉正德化于钱张度锤清风于后共至天下十资两守子 盖干局通明操旅清洁自剖福西福爱慧为先辅到有方 宽猛的所处之高不论其执着贪权起于其性故能至极客张 客罪之首凡决在位莫匪王承若能仍私奉之各斩其笑 批据一千零七十二 正将免留垂拱和幽不治灾于是敬畏金子光路代夫赐物 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车架西寻将入土玉魂紫盖以比多 张气清木香以玉物漏及地还未知约人到宫清顶 如此不紫盖谢约成安敢言清指示小心不敢纳惠尔 由此次之口味百于狐右下赵约导得理实为共治 陈恶劝善用明处致正清寻和幼关省人封锁丽郡献宪 采至姬汉尊法度多岛形网而金子光路代夫武威太守凡 紫盖直操约直操约不于立身雅阵人以简威会兼举 宽蒙相资固能为而爱之不严丝至十字人之圣积有国之 良辰宜家包显以红奖励可又光路代夫太守如故次 尖千匹素两千胡紫盖又自成约成自难一及是西锤 常为外城卫居内职不得陪属车奉丹必客死边城没有 以恨为陛下查之地约宫是正则一人而以为以西方 则万人之敌一时此心六年地必属隆川公又云玉姓和 西子盖清望鸾渝愿寻俊靖地之之下赵约倾宿怀宫 顺身直成新闻正西寻欣然旺姓丹款之至甚有可嘉 以保此纯乘客中其美是岁朝于江都公地位之约 富贵不还故乡 真衣秀业行尔赤卢将俊设三千人会赐米 六千十十页坟墓厌故老师荣之海除名部尚书时 处罗克汗及高昌王款赛傅以紫盖减孝武威太守应接二番 辽东之一针设左武威将军出长层道后以宿卫步行 尽售左光路大夫尚书如故其年帝海东都以紫盖为卓俊留 守九年车架附姓辽东令紫盖为东都留守属阳玄赶作孽 来逼王臣紫盖浅河南赞至培红策逆及之返为所败岁斩红 策以训国紫盖九阳汪小游不攻紫盖又将斩之汪败谢盾 首流血九乃是免于是三军末步战力将立武感仰视玄赶 美敬锐功臣紫盖徐社被遇至折摧破故久不能刻会来护 批至一千零七十三 而等旧致玄赶解去紫盖凡所诛杀者数万人 又简效河南内使车架至高阳追一行在所寄而引荐 帝逆劳之曰习高祖刘萧何于关西光五伟寇寇以河内功 其人也紫盖谢曰承认重器小宁可窃辟两贤但已毕 夏威灵小道不足处尔敬畏光露大夫封建安侯尚书如 故赐尖三千匹女乐五十人紫盖故让幽赵不许帝顾位 紫盖约正浅阅望流首东都是以黄之磐石设计大势中 以为公特宜持重割甲五百人而后出此意永夫重必知一也 无赖不轨者便诸除之凡可施行无劳行计经为公别遭遇 灵符以戴童幼子月戴二王约经以二孙为公与位 闻生尔以选真良素得有方福者教习之动静之节一丝岂可 于是赐以良田甲第十年东车架还东兜地位子盖曰 玄感知返神明故以张公赤心而息敬爵已有令魔 是日下赵敬爵为纪公严其公纪天下特为利明无此郡国 也赐兼三千匹奴币二十口后于苏微宇文树培燕姬翠亭 帝青以金杯属子盖九约良算加谋四公后动机以此杯 四公用为永年之锐并起罗百匹 十一年从驾焚阳公至于燕门车架为突厥所为平战 不利地狱已经其溃为而出子盖 建约陛下万臣之主起 宜清脱一朝狼狈虽毁不追未若守成已错其锐四面真兵 可利而待陛下亦何所律乃玉身自突为阴锤气愿赞 亭辽东之义以为众望圣公卿出魏府后为薰格人心自愤 不足为优地从知其后援兵烧至鲁乃引去那严肃威追 论勋格太众一再斟酌紫盖执奏不宜失信帝约公欲收 悟情邪紫盖默然不敢对从驾海东都识将军贼近盘陀 柴宝昌等组兵数万分净苦之兆令紫盖净讨于十人物应 父子盖善恶魔所分别焚水之北村雾进焚之百姓大亥 批据1074 相律为道其有归守者无少长溪坑之雍数万之重经年部 能破贼有赵真还又将兵及一阳贼以及停促于经地时 年七十有二上悲伤者九之故为门侍郎陪举约紫盖灵 中有何与举对约紫盖并堵深恨燕门之耻地文尔 探袭令百官就调刺监三百匹米五百湖赠开辅一同三思 是约警惠葬者万余人五威名利闻其死莫不皆痛利悲诵 得 子盖无他全略在军池众未尝腹败林明明查下莫感 欺然严库少恩果于杀戮林中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踏为 知力云 史祥 史祥自是修朔方人也赴宁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 才干是周太子车又忠世席爵五岁县公高祖建作拜一同 领郊州市竟绝阳成郡公祥在周婆有会镇后蜀年转票旗 将军伐臣之义从以阳公王世姬以周师出九江到先丰与 成仁和战破之境拔江州上文而大跃下赵约镇以臣 书宝是为建议山岳申明顾命诸君就彼图探小寇狼狈 故事江湖之险岁敢犯周及拟抗王师公清律所不应激奋及 沈逆浮绝公圣茂幼文帅吕晋取江州行军总管乡义公 贺若碧济金口新义公韩晴寻克孤首票其季度将暗所在 横行进王兵马集入建业清荡无越旦系非远票其高才 壮志士阵所知善为经略以取大赏使富贵公民永垂竹勃 也竟为尚开府寻拜齐州总管为己争拜左领左右将军 后以行军总管从禁王广及突厥于林武破之千右卫将军 人寿中帅兵屯洪化已被胡扬帝实在东宫遗祥书曰 将军总荣赛表胡鲁清晨莫马修兵游士孝族使礼 广残勇为尚溃能官比二贤独在吴子席于滥举推古制 批据1075 兵镇皇陵于赛外驱犬阳呼大漠于石同行军履气阔容瞻 望尘而冲冠军免郎居而发奋将军因徒步式猛气无前淡 务不遂兴免从事每一私此我劳如何将军肃心肃至 早同交期久而尽之方尘与水尽者陪随鸾驾严炫上京 本集述直南翻轩条下国部务黄剑驱发被为少阳战战京 金如灵兵谷至如剑捷边境征伐四方千为座目随腐败 性上禀成归下静尘劫时所愿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 树的自孝谬其入手神器原良万国身轻负重何以克堪 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坚国多侠养及贤功宴北革之端居 霸男皮之池射博望之愿祭发明贤非盖之远理乖中宴 清彭远以情书既然想望无贤枕如棘手 详达书曰 行人力只奉所赐旷恩继筹谋行于文莫不物非雪增 兵之地乎载三阳翠目违背之乡而闻酒奏惊害思悦末 知其处想少不学军旅常欲生平信以仙人续于备直宿位 巨奴俭无致远致用朽薄非折冲之才起欲追踪古人与其忧 猎挡者王师宝法